大家好歡迎回來FCG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TW01補充包所強化的牌組 今天介紹的這副是一個將近要九年前出的牌組 叫做零售的牌組介紹 這副牌在TW01的補充包裡面得到了大幅度的強化 使得說現在賽場環境偶爾會看到這副牌組 其中運作的步驟也是相當的複雜 算是一副非常高難度的牌組 我們今天就趕快來介紹一下這副零售牌組 究竟變得多強 那要怎麼樣子運作 開始之前先介紹一下這個主題 零售的日文叫做Layju 首次登場是在2014年10月發售的補充包 部落之力所登場的一個風俗性的主題 這個補充包是SPTR 至今也已經是九年前的補充包了 這個主題主打的就是 金零售再加上零售死並肩作戰 有點像是主人帶著他的小寵物來戰鬥 官方的宣傳語是以信賴的聯西來導向勝利 是一個需要兩種類型的怪獸才能夠運作的主題 在故事設定上他們是機台主題 熏風的後人 其中有一位熏風的希望 他老年之後就變成了零售死的長老 他的設計是非常有特色的 有各種的融合怪 但是沒有融合召喚 是一個規則細節很多 展開步驟又多 非常高難度的一副牌組 卻有著不少的先天缺陷 致使他的強度長期的平弱 有的人很喜歡 但是偏偏他就是一直沒有在賽場環境裡面 2023年的11月25號 時隔九年之後 官方終於發售了新補充包TW01 挑選了相當經典的四個機台主題 給了史詩級的大強化 這四副牌分別是 冰結界 煉獄機 零售 還有刺刺帶 師傅都有賽場級的實力 其中零售是被強化到 環境最優秀反主流的地位 在現在賽場圓秉圖裡面偶爾可以看得到 因為加入了這四張新卡之後 單卡就能夠做大陣 而且系統裡面有兼容 次元環境 面對大部分的主題都有一戰的實力 那既然講到機台系列 我們就得要回到那個 又臭又長的故事了 總共有三期的故事要講 話說在快要一百年前 我們講了冰結界的系列故事 到了冰結界的最後結局 世界被三叉戟毀滅之後 冰結界的趙摩斯諾艾莉亞 就帶著他的女兒叫艾蜜莉亞 還有他好朋友的兒子叫阿文斯 還有一個孤兒是 冰結界的伊烏艾莉亞爾 這幾個人就流浪到霞之谷的祭壇 順便也收養了霞之谷的各個遺族們 形成了一個新的家庭 隨著家園逐漸的重建 趙摩斯諾艾莉亞的心中 其實還是相當的介意好友 娜塔莉亞的死 重建的這幾年間 本來是一個慈祥母親的諾艾莉亞 在思念中逐漸的走火掠魔 將故鄉的冰之境變成了以水境 並且召集了一堆海洋生物 開創了研發禁術的一組 叫做奏法一組 他的養子跟親女兒都加入了奏法一組 跟著他一起開發一些禁術 短暫的和平時代 暫時到來這個星球 在赤岩界的火山舊子 誕生出了寶石騎士跟熔岩 這兩個小部落 雙方屢次發生小規模戰鬥 不過他們之間都是打好玩的 就是個性不合 互相打來打去而已 但是在星球上真正的問題還是 侵略魔人的餘孽 仍然在星球上蠢蠢欲動 在外星的監測裝置 大日就有感知到獵魔的存在 於是前往地面探查 但是獵魔非常的狡猾 刻意隱藏在地底 躲避大日的追捕 大日停止活動之後 奏法一族為了要奪取逆轉生死的秘術 於是奏法一族就集體跟著諾艾莉亞咪笑 變出了一堆海洋怪物 去進攻神所沉睡的霞之谷的領地 傳說中在這個霞之谷的祭壇下面 有埋藏著創新神Sophia的神秘法術 可以逆轉靈魂的生死 這就是第一次DT杯的藍綠對決 當時居住在這個領地的 熏風一族就被迫要群起抵抗 不過經過了幾年的修養升息 熏風的戰力其實已經有大幅度的提升 因為在戰力上 諾艾莉亞這邊打不過熏風 他為了要團滅對方 暗中解開了一些侵略魔人的封印 使得這些侵略魔人就跑到了地表上面去 導致侵略魔人大幅度的失控 戰況後來就變成了是侵略魔人 獨自碾壓種族的狀況 那為甚麼諾艾莉亞打不贏綠色的熏風一族呢 並不是因為說綠色的沒有讓他6% 也不是因為綠色的側翼非常強大 而是因為他們有記取龍蒙騎士的教訓 當年龍蒙騎士因為沒有耐心的培養他們龍族做騎 最後只有騎士單獨在應戰 但是熏風一族他們聯合了匣之谷的鳥類們 一方面他們族內有各種超能力者 可以給予這些鳥類力量 並且他們秉持了一人一鳥的原則 與鳥類的夥伴共同作戰 不會輕易的更換夥伴 所以每一位熏風的戰士都有屬於自己的夥伴 與夥伴的牽絆會讓他們發揮更強大的戰力 可以看到說這個卡圖上面 小鳥在受到歧視的魔法之後 他們就會變成大鳥 而且這樣子兩個人一起作戰就會發揮更強的戰力 就不是單獨在作戰 而且在諾艾莉亞他們發動進攻的時候 諾艾莉亞以前的養子養女 分別叫做 熏風希望卡姆伊 還有熏風巫女維達 這兩個人並沒有被 熏風一族的大人們派上戰場 而是留在領地上跟夥伴繼續學習戰鬥 可見的說 熏風在戰術方面 也是有經過一定程度的規劃 這個也是他們後來能夠續命成 靈獸一族的關鍵點所在 其中的卡姆伊是後來熏風一族能夠 繼續存在的 熏風的希望 那現在星球上的戰況就是 大量的侵略魔人冒出地底 侵略魔人取得了節節勝利 於是大日就決定把力量分給其他的四大部族 寶石騎士 咒法 熏風還有熔岩 可見說大日應該當時是不知道 諾愛莉亞在那邊嘻笑的事情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大日Omega終於團滅了地表上面的侵略魔人殘黨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給諾愛莉亞的大日配件 引發了大日的逆向感染 因為略魔本來就盤踞在諾愛莉亞心中 略魔的病毒透過諾愛莉亞直接侵蝕回大日 因為大日有共同連線的特性 諾愛莉亞的逆向感染造成了大日全體黑化 於是大日反過來去攻擊四大部族 為了要對抗大日 四大部族又聯合起來打大日 這一戰就造成了諾愛莉亞重傷兵死 咒法在後期就退出了戰局 最後寶石騎士帶頭反攻 以一連串鬼神的連擊來擊敗大日 大日的戰敗導致了略魔這一方一敗塗地 打輸的略魔只好又回去附身到諾愛莉亞身上 人家都已經快要死了還把他附身 促成了咒法一族對熏風的第二波攻擊 叫做猛毒之風的大範圍法術 這個時候寶石騎士又再度出手 可以看到寶石騎士也綠化了 阻止咒法的這波侵略 兩次的大戰之中造成了略魔病毒大量的擴散 擴散到世界各地 不少在地底裡面的王者 受到這個病毒的影響被略魔化 像冰傑界的三龍變成了略魔 又開始了大規模的破壞 破壞到這個星球都快毀了 星聖終於從外太空介入了戰爭 合理懷疑這些星聖用的是播接網路 隔了好久才收到 中間經過了一連串錯綜複雜的 我又分題了我又合題了 各種不同新人物的登場 出了一大堆新卡之後 星聖跟略魔兩邊就展開了大規模的死戰 這兩邊的大戰驚動了創新神Sophia Sophia就在俠之谷的祭壇復活 他一醒來看到大地亂成這樣 他決定不入了 要把這個星球重新開機 把全部都毀滅掉 為了要阻止Sophia啟動滅世計畫 寶石騎士裡面的小梨 就集結了星聖的力量 成為了草帽星聖 另外一個是蛇夫星聖 他就吸收了地表上的略魔力量 成為了略魔雙蛇杖 草帽星聖跟略魔雙蛇杖 用盡了一切力量 終於打敗了Sophia 故事之中跟靈獸有關係的就是 在Sophia復活的過程之中 發出了大量的能量波動 波及到原本在領地生活的 熊峰一族 不幸上身的至少確定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熊峰的巫女維達 莫名其妙就意外死掉了 卡姆一的夥伴叫做熊峰獵鷹 也在這場意外中被Sophia給噴死掉了 維達可能大家比較不認識 他的另外一個身份應該大家都很熟 他就是神隱一米德拉什的前身 這是用他的軀體所製造出來的隱一傀儡 反正最後Sophia被打敗之後 年輕人們就在霞之谷重建家園 他們因為諾艾莉亞相似 也因為諾艾莉亞學會團結 後來就開創出了 靈獸還有影靈衣兩大部族 雖然說後來這兩個族好像人都蠻少的 不超過十個這樣子 不過還是有發展的不錯 有發展很多年 其中熊峰的神藝皮莉卡 就是在戰後重建多年才出生的後裔之一 也有其他的族人在重建過程中陸續的誕生 終於要講到第三世代了 起源於熊峰的靈獸一族 因為有人傳承了前兩次大戰的經驗 於是他們也學習到一些東西 會培養更有強烈羈絆的夥伴 叫做精靈獸 精靈獸會因為強大的魔法 戰鬥時跟族人一起變成聖靈獸旗 那像是這個雷拉他的夥伴就是獅子 兩個一起就是火獅 長老他有雷鷹 然後會合成這個大雷鷹 這個叫做文的小女孩 他有海豚 他就會變成這個穿豚 那霹莉卡就是有一隻很大的企鵝這樣子 靈獸死跟精靈獸之間的信任越強 可以發揮越強大的力量 聖靈獸其彼此之間也有做陸海空的分配 他們在出動的時候會組成戰線 使得零獸這一組在團戰的力量上更有明顯的提升 比以往的薰豐一組還要更加的能夠守護領地 第三個世代開始 經過了重建多年之後 這個星球終於有變得比較恢復生機一點 薰豐的希望也逐漸變老 培育出了一批年輕人 Sophia的死對頭Tierra 一直在暗中計畫著自己的復活 大家跟Sophia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 Tierra在暗中就利用神星術去禁錮死者的靈魂 等到時機成熟 Sophia終於消失了之後 Tierra她就開始了她的計畫 將那些死者的軀體黑化 變成了影衣援和所操縱的影衣傀儡 過程之中草帽星聖跟雙蛇杖有回來 做了一批龍星怪 然後這些龍星怪各的都跑去送頭 送完頭之後逼出了星聖的後人 叫做星陰式的一族來參戰 可以看到這個龍星全部都被影衣化了 不知道做出來幹嘛的 可見的說在這多年的時間 星聖他們的網路應該是有升級不少 終於這次不是在那種快要死的狀況之下才上場 在原本星球上的靈獸跟影靈衣部族 與星陰式就共同作戰 保衛神星術 這就是第一次星球上的藍綠和解 他們就和影衣打得難分難解 雙方的戰況一度陷入了焦灼 誰也攻不進去 提拉就找到了突破口 他故意炸敗設下了陷阱 把零獸之中有強大靈力的少女 叫做文的女孩給影衣化 變成了神影衣溫迪哥 文的靈力果然非常的強大 突破了神星術的結界 致使影衣米德拉斯跟神星術互相接觸 提拉可以觸碰到裡面的城市 神星術被啟動脫離了地表 顯現出了在樹根底下的隱藏的雞殼 神術的守護獸叫做雅王 他深感不妙 於是他吸收了神星術周圍 還殘存的自然玄武的力量 變成這個自然蓋雅蒂斯 再跟雷拉的火獅融合 變成了聖靈獸騎蓋雅火獅 但是為時已晚已經攔不住了 這個時候雞殼啟動 啟動之後又經過了一連串複雜的打來打去 原本雞殼的城市判定影衣是異物 要把影衣給消滅掉 他們就共同去圍攻拿菲力 後來又不知道莫名其妙要跑出一堆東西之後 力量給來給去 死了又活 死了又活 啪啪啪啪啪的 反正最後米德拉斯還是接觸到了 機殼內部的城市 使得說神的先鋒煉獄機 被影衣給解除了封印 解除封印之後還沒完 分別又各自以納海馬跟莉莉絲 兩個強大的煉獄機打了兩輪 故事實在太複雜了 大家有興趣自己去看 為了要排除最後的反派 神影衣 翼花莉莉絲 就那個水屬性的影衣怪 為了要打敗他 把神星術發出光芒 變成了神術 並且選擇了十名戰士 賦予他們一人一顆石頭 得到神術的力量 這個就是Sephila系列 那個叫天球 或是叫神術的這個系列 總共有十個 不過這十個後來證明他們都沒什麼卵用 有夠爛的 最後經過一場大戰 翼花莉莉絲被粉碎 他的頭叫做石鏡管 帶著十個真空管逃走了 和神星術的Q-LIFOR系統接觸 使得說提耶拉的本體 還是在這個星球覺醒了 覺醒之後 他決定要報復神術的十個戰士們 於是他就降下了神的射理 要消滅Sophia所創造的所有生命 就在這個千鈞一法之際 雷拉跟蓋亞火師 他用身體為同伴擋下傷害 他的同伴就是皮莉卡跟溫蒂 這個煉獄機提耶拉發動了神的射理 然後蓋亞火師跟雷拉就擋在他前面 吃了一發大招 小火師被擊中之後他就快不行了 他就告訴雷拉說 幫我開直播 請大家一定要把我的意志給傳承下去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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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臨死之前小火師決定要把所有的靈力留給雷拉 讓雷拉繼承自己的遺志 而且他告訴雷拉說 雖然這次沒有被提名 雖然這次沒有被神星術選上實名戰士 但是雷拉你還是要相信自己 因為你是最棒的 因為你是最棒的夥伴 於是雷拉就覺醒了新的靈力 變成了光屬性 得到了神聖的力量 召喚出了光之靈獸叫做星龍 帶領兩個看戲仔反攻一波 其中那個皮莉卡跟溫蒂 很稱職的躲在後面看戲 那後面就暫時不知道怎麼了啦 可能在最終決戰之中 雷拉有起一點點小作用 覺醒之後的雷拉超猛 其中煉獄機有一度想要發動大洪水 做出這個令克4 雷拉非常勇敢 直接一人單挑煉獄機 還阻止了水災 削弱掉煉獄機的部分實力 不知道是吸太多還是怎麼樣 竟然敢一人跟他單挑 然後竟然還可以打贏 經過一番錯綜複雜的交戰之後 Tierra仍然是完全復活到這個世界上 最後他與治天的神星龍 進行了一場長達千日的神速的星戰 這個星球的最後一戰 結果是神星龍打敗了Tierra 於是Tierra的復活計畫就徹底粉碎 過程沒有出卡 所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Tierra被擊敗之後 死者的靈魂就從煉獄機的真空管裡面 被釋放出來 這個時候老年的卡姆伊 終於見到了他兒時的族人 叫做維達 那因為以屍體狀態變成米德拉斯很久了 他也長大了這樣 還有他的好朋友 熏風烈鷹 也在那個時候靈魂被收進煉獄機裡面 那這個時候也被釋放了 讓已經變老的卡姆伊非常的感動 終於跟以前的好朋友重逢了 其中冰結界的愛麗雅爾也有在縣世復活 他的三個身份分別是 冰結界衣巫 然後影衣巫女 還有奏法愛麗雅爾 維達是米德拉斯後來變成了精靈受死維達 兩個人還是很稱職的在這邊看戲 最後在真空管之中 發出了一道白色的光芒 寶石騎士看到之後 決定要去收拾殘局 那他就走向了那道強烈的光芒之中 故事就到這邊結局了 後面不知道還有沒有新卡 經歷過大戰的各位夥伴就目送他離開 在復活歸來之後呢 已經成為長老的卡姆伊 就要開始教維達要怎麼樣騎自己的鳥 就是他的大雷鷹 但是過程其實並不順利 只要維達一騎上去之後就會發生爆衝 非常的難訓服 於是復活的獵鷹就跟他說 不如自己來當維達的新夥伴 反正我們兩個都死這麼久了 那也身體都沒有長大 不如就我們兩個來搭檔好了 你就好好去跟你雷鷹玩吧 比起年輕的妹子 雷鷹應該更喜歡老練的棒棒 經過了一番訓練之後 維達終於也有保護家園的能力了 真是可喜可賀 講完了 接下來介紹一下零獸的系列特色 零獸這個系列非常特別 它主打的是一個接觸融合 所謂的接觸融合是 遊戲王動畫裡面的用語 並不是正式規則名詞 它是出自於遊戲王GX後期的尼歐斯牌組 那是一種非常特別的召喚方式 玩家不需要使用融合魔法卡 只需要將正確的怪獸準備在場上 就可以進行融合怪的特殊召喚 那後期還有其他接觸融合的主題 除了這個尼歐斯以外 還有像劍鬥獸或是電子龍 等等都可以以接觸融合的方式來運作 跟正常的融合召喚不同 處理方式比較類似之後的同步召喚 並不是原本的融合召喚 那這個講給新手知道一下 所謂的融合召喚是一種卡片效果的處理 以前我們會俗稱叫效果特招 GX後期推出的接觸融合 它本質上是一種召喚動作 俗稱是叫做規則特招 那兩個最大的不同點就是 融合魔法本身需要發動 要進入連鎖 所以有可能會被連鎖二 接一些其他的卡片效果 那接觸融合是規則特招 它就是不會起連鎖點的 原本融合召喚它是類似於像 死者出身或是儀式召喚等等 是屬於卡片效果的處理 需要依照連鎖的原則來處理效果 接觸融合則是跟同步或是另可一樣 是直接執行動作 那並不算是卡片效果 如果是神的宣告 對這兩種召喚方式 對於原本的融合召喚 是只能夠無效那張魔法卡本身 但是如果是對接觸融合的話 是可以無效這個動作本身 讓怪獸的進場無效 並且破壞 這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啦 那新手可以參考一下 在零獸的效果文會寫成這樣 首先它會寫融合素材是 靈獸死怪獸加上精靈獸怪獸 這樣子兩體 只能夠除外我方場上上述卡片的場合 才能夠特殊召喚 不需要融合 這是寫法啦 意思就是說進行一個接觸融合這樣子 還有第二個共同效果是 此卡回到額外牌組 以除外的一隻靈獸死 跟一隻精靈獸怪獸為對象才能發動 以守備表示特殊召喚那些對象怪 這個效果在對手回合也能夠發動 前面的這半段是它的召喚方式 叫做接觸融合 規則上並不是真正的融合 屬於不起連鎖點的規則特招 綁定的只能夠以這個方法來特招 就算曾經解開了蘇生限制 正規召喚過了一次 進到墓地之後也是不能夠被復活的 第二個效果是他們的惡數效果 因為有加注的對手回合也能發動 所以是惡數效果在雙方回合都可以發動 也都可以接連鎖的 那指定除外狀態的一組靈獸死加精靈獸 代價把他自己洗回額外 將一組對象怪以守備表示特殊召喚到場上 簡單來說就是把融合怪分解成另外兩隻的一組靈獸怪 這個惡效果是沒有一回合一次的 只要有正確的怪都可以分解 只要你的對象是正確的一組 就靈獸死加精靈獸 都可以把這個融合怪分解掉 變成兩隻怪 其中對象如果說有離開除外的話 人會特招另外一隻到場上 並不會說卡在除外回不來 然後再來就是這些融合怪的 洗自己回去是一個代價 洗回去必須要先支付 所以他們自帶有一個奪指定的功能 不會怕對手的效分泡影 但是發動的前提是必須要有一組正確的對象才可以發動 當你沒有一組能夠特招的零獸怪 就不能夠發動 光用文字講可能很難理解 不過實際上很簡單 場上如果準備了一張零獸死 跟一張精靈獸 你就可以直接將這兩隻怪給除外掉 從額外牌組進行接觸融合 特招這個聖靈獸齊的融合怪 這隻融合怪就會有一個惡術效果 是可以把他自己給分解掉 代價洗自己回到牌組 指定除外的兩隻對象 將那兩個對象怪給手背特招到場上 就好像是把他給分解掉一樣 那分解掉之後這樣一組的零獸怪 又可以再去核心的融合怪 只要你的除外有夠多的怪 就可以這樣分分合合 等於是他是一個自帶融合解除的融合怪 在這個零獸分分合合的過程之中 就有一些操作可以賺取資源 比方說這個大雷鷹 就可以利用這個分合的過程 檢索牌組裡面的系列卡 使得說這個系列就設計的非常的複雜 三種自帶在牌組裡面 第一種是靈獸死 也就是所謂的騎士怪獸 第二種是精靈獸 也就是這些怪獸的做棋 那一定要湊齊這兩種一組 才可以做接觸融合 第三種就是聖靈獸棋 這系列的融合怪 他們可以二數的分解 還有一些細節就是 他必須代價洗自己回去 一個連鎖之中 你不可能一隻連發兩次 雖然說他沒有血一回合一次 但是因為代價支付的時候 他就已經被洗回去了 然後這個被特招的這兩隻怪 是要指定對象的 除外的怪是會被指定的 那還有就是 是以守備表示來特招 在戰鬥階段之中 他是可以分解 但是他沒有追加攻擊的能力 因為特招回來的怪是守備表示 細講一下他們的補足情報 這每一隻聖靈獸棋都有綁定特招限制 只能夠用他們接觸融合的方式來特招 這點寫在圈圈一的上面 並不是怪獸效果 他是一個召喚規則 官方也說 他並不是效果 他是怪獸從額外牌組 特殊召喚的一個方法 或者是守順 就是一個動作的執行 你只要把怪獸區存在的正確卡片除外掉 就可以進行這個接觸融合的動作 其中里側守備表示的正確卡片 也可以拿來除外 但是因為有綁定說一定要怪獸 魔獻區的零獸怪 並不能夠拿來除外 原則上只有這種方法可以特殊召喚這些 聖靈獸棋的系列怪 就算你想要用融合魔法卡 然後用正確的素材進行融合召喚 也不可以 但是只要卡片裡面有加注說 召喚條件無視特殊召喚的場合 可以不管這個限制 將他們給特招出來 舉例來說 他們本家就有一些開後門的怪 像是這個精靈獸死維達 他就是可以無視這些融合怪的召喚條件 還有這個零獸相伴也是可以無視條件 只要沒有加注無視條件 就不能夠特招他們 所以就只有兩種 接觸融合或者是無視條件特招 只有這兩種方式 還有就是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這個特殊召喚並不是融合召喚 但是這個手順所使用的怪獸 是他們的融合素材 是作為融合素材被除外的 就會產生幾個非常魔幻的判例 首先是在融合禁止區域適用之中 這張永續陷阱卡的效果是 雙方不能夠進行融合召喚 在這張卡的效果適用之中 是否還可以進行接觸融合 特殊召喚聖靈獸騎系列怪 或者是騎美拉要塞龍 這種等等的怪獸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的接觸融合並不是融合召喚 在效果適用之中 還是可以做接觸融合 這個特招的動作 這個應該很好理解 比較難理解的是後面這兩個 當我場上有神術的神托 它的效果裡面有一條是 以神術怪獸來作為素材的時候 可以適用一些效果 那其中有融合 融合的效果是從手牌特殊召喚一隻怪 可不可以適用在靈獸身上 以靈獸跟神術的共同自斷的怪獸除外掉 來接觸融合聖靈獸騎系列怪的時候 是可以令其連鎖 發動這張場地卡的效果 是可以的 這個官方資料庫裡面就有 而且2017年到現在 所以在規則上 以靈獸怪除外掉 特招聖靈獸騎系列怪 那些怪獸是被當成融合素材而除外掉 所以他們是融合素材 但是還有另外一條 如果說怪獸受到了 比方說RS的陷阱卡 Content的效果 使得說他們不能夠當作融合召喚的素材的時候 他們能不能夠進行接觸融合這個動作 答案是可以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下說他是融合素材 一下又說他不是融合召喚的素材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這個K語言就是這麼的奇妙 他們是融合怪 但他們不是融合召喚 他們是融合素材 但他們不是融合召喚的素材 這個就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就是素材自助餐 關鍵點就是融合召喚的素材 這邊的前提就是要進行融合召喚 那既然在規則上接觸融合並不是融合召喚 那這些怪獸就不是作為融合召喚的素材 但是他們是融合素材沒有錯 因為你進行的並不是融合召喚 所以這些融合素材並不會被叫做融合召喚的素材 因為你進行的並不是融合召喚 這些融合素材的怪獸並不是融合召喚的素材 這樣聽得懂嗎 因為就是本質上這接觸融合不是融合召喚 所以當你的效果文寫成是 不能作為融合召喚的素材的時候 就是這一整串融合召喚的素材 他就沒有融合召喚 他就不是作為融合召喚素材 就沒有違背他的效果 但是如果說你開融合卡要把他們融合召喚的話 那就不行 但是在一些效果裡面如果是寫融合素材的話 就只有寫融合素材 沒有寫中間的召喚的 中間沒有說融合召喚的怎樣怎樣 那個就是可以適用 他是融合素材 他沒有合乎融合召喚的這個條件 沒有合乎融合召喚這四個字 所以他是融合素材 但是他不是融合召喚的素材 次元帳幣跟這個沒有關係 次元帳幣是不能特招那個系列怪 次元帳幣沒有在管素材 效果文你只要看清楚 中間有沒有融合召喚的這個關鍵字 同樣的狀況除了說剛剛講的content以外 還會發生在這個條件魔術師 條件魔術師要進行融合同步超量召喚的時候 其他的素材怪必須要是 魔術師的擺盪怪才可以 但是假如說你要做的是接觸融合 接觸融合並不是融合召喚 所以你可以用隨便一隻暗屬性的擺盪怪 跟條件魔術師做成這個霸王眷龍 雞二毒 因為這個並不是融合召喚 可以就解放掉來特招這隻 不需要是魔術師本家批怪 還有一些很迷的像這個融合識別 融合識別它的效果是可以讓對象怪 變成額外怪獸同樣卡名的融合素材 那因為它只說是融合素材 沒有說要進行融合召喚 這個卡片的效果是可以適用在接觸融合的 動畫裡面就這樣用 就是把它變成尼歐斯的系列怪之類 可以進行接觸融合 還有就是像這種尼歐斯融合 它的效果是將融合素材怪獸送目來進行特殊召喚 它本身不是融合它是一種特招 素材怪獸變成是形容詞 被送目的那些怪並不是融合素材 做出這個星雨霞騎士的話 並不能夠加它的攻擊力 這K語言的博大精神 這你們聽聽就好啦 現在環境應該比較只會遇到那個消防隊 反正消防隊點零獸怪 你就是照樣把它拿去接觸融合 就這樣 最後我要澄清一下 好像素材那集有人質疑說這一點有講錯 剛好零獸也有同樣的東西 那稍微再講一下 這張卡叫做異色眼擺盪毒陣容 它有加注說此卡只能夠用儀式召喚 或者是手牌裡面的擺盪召喚來特殊召喚 只有這兩種特招方式 但是在上集的術生裡面有一張龍弦聖 那有些人就會說會不會可以從牌組裡面特招這個 因為那張術生龍弦聖也是蠻特別的 那官方有給出解答 它的說法是原則上喔 只能夠以上術的方法來特招這張擺盪毒陣容 就這兩種方法 但是有一些例外就是 例如像是青天霹靂這種 有加注說召喚條件無事 特殊召喚的效果的話 手牌牌組的這張卡 還是可以用這些方法來特殊召喚的 但是關鍵句是必須要有加注召喚條件無事 那一定要白紙黑字寫清楚才算數 那像上次我們介紹這個術生龍弦聖 他有沒有白紙黑字寫無事召喚條件 並沒有 雖然說他有那個意思 但是他沒有白紙黑字寫在上面 他只說手牌牌組的戰士組龍組光屬性的儀式怪一體特招 並沒有說可以無事這些儀式怪的召喚條件 奇怪為什麼一下都說可以一下都說不行 是因為口阿米就是這樣 不是 這邊在官方的DB裡面也有給出解答 這樣寫了 原則上 手牌牌組的儀式怪獸 只能夠以儀式召喚的方式來特殊召喚 但是例外是 如果帶有無事召喚條件特殊召喚的效果 是可以特殊召喚的 並且 如果在儀式怪獸的那邊 沒有寫特殊召喚的方法限制的話 卡片上面的效果文裡面有 儀式怪獸特殊召喚明確記載的效果 以這樣子的方式也可以從牌組或手牌進行特殊召喚 那寫的很饒口 意思就是說 像龍先生這種沒有明寫無事條件的效果 就必須要考慮到那隻儀式怪本身的召喚限制 結論就是不能夠特招0百毒陣容 比賽自己叫裁判 反正關於無事條件這件事情 一定要效果文裡面白紙黑字講清楚才算數 如果沒有寫就不算 沒有寫你只能根據他效果文上面寫什麼 就做什麼 不能自己在那邊過度解讀 你不能說因為他在媒體上說要去太平島挖石油 你就說他執政之後就一定要去太平島挖石油 一定要白紙黑字寫清楚才可以 總之呢這副靈獸他的基本打法就是 你在場上湊齊了靈獸死跟精靈獸 然後把他們除外掉做接觸融合 這些融合怪就可以在二術的分解 從除外來特殊召喚一組兩隻怪到場上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變成說好像可以分了又合 分了又合呢 可以分分合合分分合合一直無限的做下去 不次的 因為他們每一隻小怪都有綁定 回合中只能夠特殊召喚一次 所以說如果你要順利的把這些融合怪分解 必須要一直讓除外有新的怪獸 而且必須要有一組可以特招的 才能夠把他給順利的分解 這有點麻煩 並不是可以無限的接觸融合 在這個處理的過程之中 其中一個對象離開了除外 另外一個對象仍然是會特招的 這個是規則上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他是那些怪獸特招到場上 並不是那兩隻怪獸特招到場上 少了一隻還是可以特招另外一隻 等一下展開的時候就會運用到 接下來分別介紹一下兩種系列字段 第一種是效果怪獸的零售死字段 他們共同都是風屬性超能組 綁定了一回合只能夠特殊召喚自己一次 本家共同限制的部分屬於規則 不能夠被無效 這個所謂的一次是指特招成功進到場上 才會算那個一次 如果說你因為一些卡片的效果 導致說你特招失敗留在除外 就不會佔用掉那一次的次數 之後還是可以把他特招回來的 這個狀況常常會發生在像千茶萬別 或者是群雄歌劇接連鎖的狀況之中 那他們的共同效果是 此卡召喚成功的場合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通常都是增加一個特招點的內容 這所謂的召喚是指攻擊表示的通常召喚 現在有復活目的追加通招還有復活除外的這三種種類 是用來方便湊齊本家怪 靈獸死加精靈獸一組的場面 用來除外特殊召喚那些融合怪來用的 那注意一下以這些怪獸的效果來特招的怪 也會佔用到那個特招的次數 做招的時候要稍微看一下 就不要把他分解掉之後又把他特招回來 就次數會被占掉 那另一方面精靈獸是各種不同種族的風屬性系列怪 也是一樣綁定了一回合只能夠特招召喚自己一次 他們的共同效果是一回合一次可以除外我方 某某處的一張靈獸卡片 然後做某一件事情 精靈獸就帶有除外某處靈獸卡的效果 其中可以除外的卡包含了怪獸跟魔線的全系列 這個效果就是方便製造除外有不同種類的組合 讓你的融合怪可以順利的分解 一個方便合體 另外一個方便分解 那兩相輔助就是讓融合怪分了又合 合了又分 藉此來創造不少的資源 但是兩邊的共同限制又死的說 不能夠想分就分想合就合 那死的說這個靈獸牌組的展開就異常的複雜 有一堆細節要注意 那有時候可能你自己不注意 對手也不注意 整個在那邊亂打 就不知道場面會跑到哪裡去 線下賽記得不要在那邊口服對手 以前的靈獸就是這樣打 就是你用長老去帶一隻靈獸上場 然後之後做融合怪 就可以利用這個大雷音的效果去刷一些免錢魔線 然後再把它給分解掉 一直以來都有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起手一定要有一組才能夠動 因為他是雙自斷的牌組 同一種上手太多的話就不能動 就有嚴重的卡手問題 然後還有各種吃坑的承受度不佳 容易被手坑打斷之後就做不下去 比方說你的這隻雷音被人家無效 你除外就沒有能夠分解的怪了 喝完之後就分不下去了 然後還有中場的干擾不夠強大 以前是只有這張陷阱卡有干擾能力 本家其他零售怪都沒什麼檔了 而且步驟很般多 刷這個陷阱卡出來還不是很容易 所以容易自己做錯 然後再來就是雷拉實在是太小了 攻擊力太小了 攻擊力只有100而已 很容易就被人家打死了 為了零售的未來 這個系統真的是不能打 長老需要零售的新潮流 所謂的零售新潮流 就是這種雙自斷的怪 叫做精靈獸死 目前有兩張 分別就是復活歸來的偉達 還有新的雷拉 這兩隻的效果都相當強 而且重點是他們有兩個自斷 可以當成精靈獸 也可以當成零獸死 可以騎人 也可以被騎 真的是非常的讚 有了這樣子的新怪獸之後 運作就比較順暢一點點了 就比較不會有那麼多卡手的問題 雙自斷很方便 其他這次還有補強了一些 特殊用途的融合怪 還有新的link4 這幾隻都是很重要的 在展開步驟中都會用到 其他還有兩隻神術的看細宅 應該是不太會放 菲莉卡有可能會放 那魔法卡目前有三種 分別是分解用 合體用 交換手牌用 可以抓出本家單卡動點的雷因 陷阱卡是主力的干擾 目前有炸卡用 還有特招用的兩種 大概系列組成就是這一些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進入單卡介紹 出了新卡之後 雷因變成了可以一換四的超強雷因 第一張是精靈獸雷因 四星風屬性的雷族怪 攻擊1400 守備600 一回合只能特招一次 他的效果是一回合一次我方主要階段發動 除外我方牌組的一張零獸卡片 在發動之後的第二次我方準備階段 把這個效果除外的卡片加入手牌 這是一個啟動效果 除外牌組裡面的系列卡 怪獸或魔線都可以除外 在下下個準備階段會回首 等於是本家的黃金櫃 計算方式也是一樣 下個回合先不回首 然後下下個回合再回首 通常在現在環境裡面 是不會等到兩個回合之後 等到兩個回合之後 其實那個時候你搞不好也忘記了 直接用雷因除外牌組裡面的怪 就可以去展開了 直接就做完整套 這張卡是本家最關鍵的動點 單卡就可以做完展開的場面 配合他們這次新出的單卡 一隻就可以做完 關鍵點就是 他是每一隻可以發動一次 一回合一次寫在1的後面 雷因離場重置之後 可以再發一次 比方說他拿去接觸融合之後 分解掉又特招回來 那是可以再發動一次 可以除外第二隻怪 讓你的分解會比較順利 第二隻是精靈獸穿屯 四星風屬性的水族怪 攻擊力0 手背2000 一回合只能夠特招一次 他的效果是一回合一次 除外手排一張零獸卡作為代價 以對手場上的一張卡片為對象才能發動 將對象卡片給彈回到持有者手排 這是一個醫術效果 是彈卡結場用的 除外手排是代價 所以必須要先除外 同樣是每一隻可以使用一次 目前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用途 就單純用來解一些對手的 定場怪或定場魔線 通常是只會為了要增加 他精靈獸的種類會投入一隻 有些是不會放的 基本上用不太到 第三隻是精靈獸火屍 四星風屬性的炎竹 攻擊力是1800 手背是200 他的效果是惡數效果 雙方回合中一次 除外我方目的的一張零獸卡為代價來發動 在這個回合中 我方場上的零獸怪攻守會上升500 那這是一個雙方回合的惡數效果 而且牽涉到增減攻擊力 所以傷害步驟可以發動 讓全場零獸加500攻守 那這是一個對怪獸的效果 他是影響怪獸本身 發動之後會整個回合適用 只要你適用了效果之後 火屍本身可以被無效 也可以離場 但是這個加500 還是會適用在場上的 就有點社後不理的感覺 適用之後才上場的怪也會增加 可以防止你的零獸怪太小被打死 然後兩隻火屍可以重複發動 重複疊上去 就是加1000 這主要的用途是用來轉換目的中的系列怪 讓他們到除外去 可以方便被融合怪分解特招回場上 整理目的用的一隻怪 第四隻精靈獸 叫精靈獸星器兒 風屬性四星的獸族 他是獸族 一回合只能夠特殊召喚一次 他的效果是一回合一次在我方主要階段發動 除外額外牌組的零獸怪 將牌組裡面一隻跟那隻怪相同種族的零獸怪送入目的 也就是說是負責堆目零獸怪的單卡 目前的種族分別有 岩族一種 水族一種 雷族一種 除外獅子丟獅子 除外海豚丟海豚 除外老鷹丟老鷹 超能族就是用來丟零獸死系列怪的 目前有聖靈獸奇 蓋牙 火獅 還有兩隻令克怪 幻龍族目前是沒有零獸怪可以丟 在TW01強化之後 契兒本身也可以單卡展開 只是正比雷鷹單卡展開還要小一點 是這副牌組的第二個動點 也是很重要的 要快速上手的一張 接下來是零獸死的自斷怪獸 第一隻是零獸死長老 風屬性兩星的超能族 攻擊率200 守備率1000 一回合只能夠特殊召喚一次 他的效果是 此卡召喚成功的回合 我方在通常召喚之外只有一次 可以在我方主要階段 召喚一隻零獸怪獸 簡單來說就是給你一次追加通招的機會 這邊所謂的召喚 是指表測攻擊表示的通常召喚 所以你不能夠用他給你的這個機會 來蓋怪獸 是不可以的 那這是一個無分類效果 不用發動 他沒有血要發動 就是不用發動 有召喚成功 那個回合就會直接適用這個效果 你就直接得到了那次召喚機會了 進場當下就直接適用 不起連鎖 所以也不會被康 不會被接連鎖2無限泡影這樣 這個效果只有可能會被 已經在場的永續效果給無效 例如像是季波在場 下長老就不會得到第二次通招的機會 不過應該不會有那麼北七 去看到季波還去下這樣 不會被康牌類型的無效 不會吃泡影 效果適用之後 想要什麼時候召喚都可以 長老本身也可以離場 或者是長老本身也可以吃一些坑 都不會影響 還是有那個追加通招在 使用上要注意的是 規則上的問題 只要是寫成這樣子 在通常召喚之外 只有一次怎樣怎樣怎樣的話 這種效果是不可以重複適用的 就算他的範圍是不同種怪獸 也是一樣 所以說你不能夠召喚長老A 適用他的效果召喚長老B 再適用他的效果召喚長老C 這樣是不行的 總共只會適用一次 這個要講起來 也是要回到規則 就是寫法的問題 他是這樣寫的是說 在通常召喚以外增加一次 這個是一個無分類效果 在召喚成功的10點就已經適用了 不需要發動 也不會被康 官方有特別強調 如果說你的通招機會還沒有用掉 比方說你是用一些效果來召喚長老 讓他適用這個效果 後面你要進行的是一般的通常召喚 還是要適用長老的效果 進行零售的召喚 你要跟對手講 你不講的話 對手有權利問你 你是要用哪一個 要跟對手講清楚 如果說有同樣類型的效果文 同樣是增加在通常召喚之外 一次的這種效果 複數次的適用的場合 在這個回合之中 只會適用其中的一個 你就要自己選其中一個來適用 不會適用第二格 就算他的種類是其他的 也是一樣 可能是其他興盛的 或是鬼青蛙之類的 不管是哪一種 這種就是只有一個效果可以適用 那你做了某一個之後 其他的就自動的失效 反正就是不吃泡影 不要對長老丟泡影 對手會覺得你很悲氣 然後也不要心存騙人的想法 就是嚇長老喊發動 害對手丟泡影 不要這樣 我們大家正常玩牌 這也是官方QA 如果說二重召喚發動的回合 又召喚了零獸長老 總共最大可以召喚幾次 答案是三次 因為二重召喚他的效果是這樣寫的 此回合的通常召喚可以進行兩次 長老的效果是在通常召喚以外追加一次 這兩次二重召喚是都不算的 所以最多是可以召喚三次 同樣的邏輯可以適用到各種的效果 總共有三種類型 一種是直接改變你這個回合的通常召喚機會 通常召喚變成某某次 第二種就是像長老這樣 在通常召喚之外 可以一次怎樣怎樣怎樣的 追加通招的效果 那這是第二種類型 第三種就是卡片效果本身 讓玩家來執行召喚 像是大家熟知的蓬鬆鳥 或是這個系列的星卡蕾拉 或是Link2的3D獵鷹 這些都是以卡片效果來執行召喚 第一種類型 將通常召喚變成某某次 他是改變回合中的通常召喚次數 等於是從規則上去進行改變 這個類型要注意的就是 同一類試用之後不能夠再發動 除非說他的次數有增加 比方說二重召喚試用之後 你不能夠再發動另外一張二重召喚 因為是沒有意義的動作 本來就已經兩次了 不能夠再發一個變成兩次的效果 但是是可以增加的 比方說二重召喚試用之中 你還是可以發動這個召喚連鎖 讓通常召喚的機會變成三次 這樣就只會適用最多的那個效果 就是變成是三次 不會變五次 不會累積上去 不是大樂透不能累積 第二種是寫成 通常召喚之外僅有一次怎樣怎樣怎樣的 他是加在本回合通常召喚之外追加一次 意思就是說 不會佔用到第一類型所給予的次數 可以重複了 二重召喚加長老的話可以做三次 但是重點是同名的 或者是不同種類的 或者是不同條件的 比方說像同樣類型的 星聖雙子 獵魔雙子 或是鬼青蛙這種 如果跟長老在同一個回合適用之中的話 只會算他們其中的一個 你只能選擇其中一個來適用 假如說你適用了長老的效果 那其他這些效果就都不能算了 就不會再追加他們的通招機會 那如果是第三種是卡片效果 讓玩家執行召喚的話 就是屬於卡片效果 必須要發動之後進入正常的連鎖處理 因為是卡片效果 回合中就沒有限制次數 跟沒有限制種類 只要你能夠發動 然後效果沒有被無效 就可以正常的執行 跟前面兩種都完全無關了 能發就能下怪 遇到就認識一下 裁判考會考 比方說我們有通常召喚 再加上雙子星聖 還有零獸長老 這個總共這些怪 那發動這個可以讓自己通招兩次 那我們用來通招這兩隻怪 但是這兩隻怪的效果只能適用其中一個 比方說你下了新聖怪 零獸就會卡在你手上 就不能再適用了 就重複類型的只能夠適用一個 實戰上不要被口胡 其他兩隻的效果就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零獸史文三星風屬性的超能族 攻擊一千五手背一千 召喚成功的場合 可以以除外的零獸怪獸一體為對象發動 把那隻怪給特招到場上 這是一個從除外的復活點 那就方便湊一組用的 使用上注意一下會佔用到怪獸特招的次數 還有零獸史蕾拉 一星風屬性的超能族 攻擊一百手背兩千 他是召喚成功的場合 以墓地的零獸怪獸一體為對象來發動 特招那隻怪 就相對簡單就是一個從墓地的復活點 兩隻的效果發動條件都是 攻擊表示通常召喚 特招不行特招沒有效果 兩隻都是超能族三星以下的怪 可以配合緊急遂移從牌組裡面特招 本家裡面有一些把怪獸放回墓地的效果 或者是你可以利用雷拉去復活 被契兒丟進墓地的怪 這個復活除外就更常用到 接觸融合就會除外到怪獸 最後有人會放這個 英靈獸死神術皮莉卡 皮莉卡的效果也是一樣 從墓地特招 他是召喚或是擺盪召喚成功時 可以復活墓地裡面的一隻零獸怪 或者是神術怪 特招的怪在結束階段會破壞掉 其實跟雷拉的功能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復活點而已 但是擺盪怪當成另一個素材 會進到表測而外 不太好重複利用 在本家裡面應該就 皮莉卡跟雷拉選其中一隻放就可以了 另外這個引靈獸死 應該是不會放 他的效果是回收額外的神術系列怪用 到此為止先總結一下 會放的八隻怪 這可以玩一個遊戲就是 這些怪獸是什麼種族 這個是雷族 這是水族 這個是岩族 然後企鵝是獸族 雷鷹是除外牌組裡面的零獸卡 兩個回合之後加手 海豚是代價除外手牌的零獸卡 指定彈走對手場上一張卡片 火獅是惡數效果 除外牧地的零獸卡 試用之後 全場的零獸怪攻守會加500 契額是除外額外的零獸怪 送牧牌組裡面的同種組零獸怪 效果都沒有綁卡名一次 所以每一隻進場都可以發動一次 同一隻離場之後再重新特招 也可以再重新的發動 但是回合之中 每一隻都只能夠特殊召喚一次 進到場上才算那個次數 零獸死的部分 長老的效果是召喚成功的回合 可以追加召喚零獸一次 文的效果是召喚成功 可以指定特招除外的一體零獸怪 小蕾拉的效果是召喚成功 可以指定特招目的裡面的一體零獸怪 皮莉卡也是復活目的裡面的零獸怪 結束階段會破壞掉 每一次的效果也都是沒有綁卡名的 只要是能夠重複進場都可以重複發 不過應該是沒什麼機會可以重複發 那回合中也是每一隻各自只能夠特招一次 接下來就是雙自斷的怪獸 精靈獸死維英達 他是四星風屬性的超能組 攻擊1600手杯1800 一樣有綁定本家的限制 一回合只能夠特招呼自己一次 他的效果是 磁卡被對方破壞的場合可以發動 從牌組或額外牌組 無視條件特招呼一體零獸怪 他是雙自斷怪獸 可以是精靈獸也可以是零獸死 那被對方破壞的條件是 戰鬥破壞或者是效果破壞都可以觸發 而且沒有一回合一次 每一隻被破壞都可以觸發 包含了你自己回合去打對手更高攻擊力的怪獸 造成維達被打死 也是可以觸發的 有明顯的無視條件 所以可以解開那些零獸融合怪 僅能怎樣怎樣特招的限制 可以特招零獸的任何融合怪 也可以特招link怪 還有牌組裡面的零獸怪也可以特招 範圍很廣 沒有綁卡迷一次 不同隻同一個回合都可以發 被破壞之後就可以一直變融合怪出來 好像以前有一段時間 Duo Links裡面是把他當外掛來使用 比方說對方場上有一隻很大攻擊力的怪獸 青眼白龍 你用這個維達去攻擊他 造成他被戰鬥破壞 就可以觸發他的目的效果 從牌組特招3200的聖靈獸騎到場上 那就可以打敗這隻青眼白龍了 或者是你想要展開 也可以從牌組裡面特招其他的靈獸怪 比方說特招雷鷹就可以單卡做展開 大概用法就這樣 當然在對手回合也有一點點續戰力的作用 可以防止自己被對手給打穿掉 再來是這次的新卡 這張就真的非常強 精靈獸死蕾拉 一星光屬性的超能足 攻守都沒有變 就還是這麼小 已經變很大了 呵呵呵呵 一回合只能夠特殊召喚自己一次 然後123效果一回合有綁卡名 只能夠各自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 將此卡從手牌捨棄可以發動 召喚手牌裡面的一張靈獸怪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第三種 效果執行的召喚 很好用啊 可以在被斷招之後 補手牌裡面的怪獸上場 是一個很重要的裁坑點 有的時候你也會先捨棄蕾拉來觸發效果 主要是用來觸發靈獸死召喚的效果 比方說你可以丟大蕾拉 召喚小蕾拉 小蕾拉用效果把大蕾拉給復活起來 這是可以讓配的 進入墓地之後可以配合自己的23效果來使用 第二個效果是 我方場上的零獸卡被戰鬥或效果破壞場合 可以把雷拉給除外代替破壞一次 這是一個目的裡面的無分類效果 是代替破壞不需要發動 那有綁卡沒一次 不要用到兩次 可以用來防止對手弱雷 破壞我方場上的怪獸 或者是本家裡面有陷阱卡 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自爆 藉此觸發他的第三個效果 代破之後就可以觸發他三效果來特招怪 第三個效果是 本身被除外的場合可以發動 從牌組特殊召喚雷拉以外的一體零獸怪 任何的除外都可以 比方說你可以被雷鷹或是海豚 或者是被他自己的惡效果拿來代曝來除外 都可以 那也可以配合像一些黃金桂等等的效果 也都可以除外 很多方法 比方說上場做接觸融合就可以除外 或者是用目的效果去除外 只得說牌組裡面的除外手段 都可以換成零獸怪的特招點 順暢非常多 本身單卡有雙字段 再加上這個跳怪效果 一卡就可以直接大展開 大幅度的強化了零獸這個主題 比方說你這邊下一隻雷鷹 就可以從牌組裡面除外雷拉 觸發雷拉的效果 再特招一隻零獸死到場上 這樣子你場上就有一組融合素材了 可以把他們給除外掉做大雷鷹 或者是說你可以利用他的一效果 捨棄雷拉 他召喚你手牌裡面的獅子 然後獅子在發動他的效果 把他從目的給除外掉 那就可以觸發效果在從牌組裡面特招 特招的這個怪也可以當成融合素材 就可以除外掉出大雷鷹 當然也可以配合一些其他的 魔法卡的補特招點 像是黃金桂啊 或者是這次新出的融合怪 可以從目的除外 那或者是像緊急瞬移也可以 比以前強非常多 那接下來就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系列的融合怪了 是聖靈獸奇系列 第一張是聖靈獸奇雷鷹 六星的雷竹怪 攻擊1400手背1600 融合素材都一樣 都是靈獸死加精靈獸 都是只能夠接觸融合 第一個效果是 一回合一次 以除外的兩張靈獸卡片為對象發動 將那些卡片回到目的 從牌組將一張靈獸卡片加入手牌 那這是一個檢索點 發動的時候要指定對象 將對象卡放回到目的 來抓靈獸卡片 所謂的靈獸卡片 就包含了怪獸跟魔線都可以抓 這張大雷鷹是他們本家的萬能檢索卡 是相當重要的展開關鍵 大雷鷹也是每一隻可以發動一次 這副牌很重要的就是 把雷鷹分解掉之後再合體 再發動第二次 用這個方式來繼續做本家的展開 連鎖處理的時候 其中之一的對象如果離開了除外 仍然是可以把另外一張回到目的來抓牌的 只有在兩張都沒有成功回到目的的狀況之下 後半段的檢索才不會處理 只要至少有回到一張就可以抓 重點就是回到目的並不是送入目的 根據官方的裁定在次元環境之中 那些被除外的靈獸卡片 還是會成功的回到目的 可以正常的適用這個效果 第二個效果就是他們共通的分解效果 洗他自己回去作為代價 特招除外的兩隻對象怪獸一組到場上 所謂的回到目的呢 根據官方裁定 在宏觀宇宙適用之中 可不可以使用這個效果呢 答案是可以的 即使在宏觀宇宙適用之中 聖靈獸奇大雷音的效果依舊是可以發動 而且發動之後 那兩張對象卡片還是會回到目的 因為宏觀宇宙是說送入目的的變成除外 回到目的並不是送入目的 這些靈獸卡會正常的跑到目的裡面去 神奇叛逆 這副牌的關鍵打法就是要刷雷音 比方說你這邊湊齊了一組 然後把這兩隻給除外掉 就可以接觸融合大雷音出來 大雷音在發動他的效果 指定這兩個為對象 把他們給回到目的就可以抓一張卡 假如說你的除外還有其他的一組 你就可以把大雷音給分解掉 再用回來的這一組去重複的 接觸融合雷音出來 除外就會再有兩張了 就可以再把他們指定為對象 重複一次就可以抓到第二張的零獸卡片 就這樣子一分一合一分一合 就可以無中生有刷兩張資源到手牌 所以說打的時候除外的東西要夠 目的的東西要盡量把他移到除外去 才可以讓雷音順利的刷資源出來 然後雷音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使用技巧就是自己接自己的連鎖 第一個效果是一速的 但是第二個效果是二速的 第二個效果可以接他自己的連鎖 比方說你這個時候除外有這三張 其中這兩個可以當一組 然後這個有雙字段 可以跟任意一隻配成一組 那你可以先連鎖一 指定這兩個作為對象 等一下處理的時候會預定把他們回到目的來檢索 然後連鎖二代價將雷音自己給洗回去 指定這兩隻作為對象 注意一下要湊成一組才可以 等一下處理連鎖的時候就預定要將他們 守備表示來進行特殊召喚 連鎖一回目的 然後連鎖二分解 那處理連鎖 先處理連鎖二 這兩隻對象就會先回到場上 然後再處理連鎖一 這個時候因為這隻被重複點到的雷音 就已經不再除外了 只有長老會回到目的裡面 但是只要你有至少回到一張怪 就可以加手你原本要檢索的那張零獸單卡 這個是很重要的使用技巧 雷音自己接自己的效果來分解 等於是說你只需要回目的一隻 就可以檢索 就可以保留你除外的怪獸有一定的數量 可以持續的讓雷音來洗 節省你的回目的的資源 比方說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我們有一組 那其實這也很好湊啊 只要有小雷音基本上都湊得出來 那我們這邊先除外一隻 不要做太複雜 先除外一個雙字段的 接觸融合出雷音 三隻就會到除外去了 這邊連鎖一選這邊兩個對象 假設說我們選長老加小雷音 然後連鎖二把他自己代價洗回去 指定維達跟雷音作為對象 其中有一個是重複的 那我們處理連鎖 特招的那兩隻就會先回來 回目的的那隻還是會回目的 這樣子等於是說你可以只利用一張卡 就刷一張資源 等下展開的時候應該會重複看到這個技巧 第二隻融合怪 聖靈獸騎穿屯 六星的水族 攻擊力200 守備2800 同樣的召喚條件 他只有一個效果是 自己不會被效果破壞 第二個效果一樣是分解 所以他這個抗性基本上沒什麼機會 流場沒有什麼機會用到 不能分解的時候 流場可以防笑破 不過他只防自己不會防別人 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那目前應該是不會放這隻 因為光做雷音應該就夠了 第三隻 聖靈獸騎火師 風屬性六星的炎竹融合怪 攻擊2600 守備400 同樣條件 他的效果是 他自己攻擊的場合到傷害步驟結束為止 他不會受到其他的卡片效果影響 那這是一個永續效果 是在攻擊的時候自動適用 得到一個暫時的抗性 不會受到其他卡片效果影響 從攻擊宣言的時候就開始算 然後算到傷害步驟結束為止 結束之後他就恢復了 他就一樣會受影響 因為是永續效果關係 必須要在場上才適用 不能夠公宣之後 把他自己分解掉 那還是會受到卡片效果影響了 就不會有這個抗性 第二個就是他們共同分解的效果 這隻比較尷尬的就是 他自己不能配合自己本家的效果 很荒謬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設計 進零獸小火獅他的效果適用之後 全場的零獸怪攻擊力會增加500 所以這隻大火獅在場上的攻擊力是3100 但是只要他一發動攻擊宣言 他就變得不受其他卡片效果的影響了 3100就會降回去變回2600 等到傷害步驟結束之後打完對手 他又會恢復到受影響的狀況 又會變回3100 反正吃不到自己效果的加成 有點北七 對面是3000的怪他就打不死 然後還有一個有趣的判例 祭波適用之中 大火獅攻擊圈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答案是如果祭波已經開在那邊了 他的這個不受影響的也會被無效 所以就無效了 就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但是如果說你的對手很無聊 在你攻擊圈的時候才發動祭波 到傷害步驟結束為止 他都效果還是會有效的 所以他就會暫時的有效 直到傷害步驟結束之後才會被無效 這樣就可以阻止對手發動一些什麼 聖槍啊收縮之類的單卡 理論上是這樣 但實際上不可能發生 不會有人這麼無聊去做這件事情 可以探討一些無聊的問題 當火獅去打薩地利狗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薩地利狗的效果是跟薩地利戰鬥的怪獸 到回合結束為止無效化 火獅的效果是在傷害步驟為止 不受其他卡片效果的影響 這個狀況簡單說明一下 他就是兩個永續效果都共同適用 這兩個並沒有抵觸 並不是說彼此會造成矛盾的效果 結果就會是說火獅到傷害步驟為止暫時不會無效 但是一旦過了傷害步驟之後 仍然是被薩地利狗的效果造成無效的狀態 這就是兩邊都會共同適用 那像這樣子 假設說這邊有薩地利的怪獸 那為了要讓大家看清楚這邊 有一個傷害步驟可以發的聖槍在這邊 這邊火獅先適用小火獅的效果 這個回合我方場上的零獸怪攻守會上升五百 好那打過去可以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攻擊宣言到傷害步驟結束為止 他會變成不受效果影響 小火獅的效果就沒有加在他身上 他就變回兩千六 然後打死對手的怪 之後傷害步驟結束 他又恢復到會受影響的狀況 這個時候他因為打過了薩地利 他的效果也被無效了 所以主要階段二他要變身的時候 就被無效了 就兩邊的永續效果都有共同適用 然後火獅的效果是永續效果 所以本質上他還是必須要在場才可以適用 如果他自己發動效果分解之後 他就不會受到他本身的效果保護了 就還是會被康了 所以分解掉還是一樣會受影響 像這樣子 比方說對手場上有康牌怪獸 像鮮花之類的 那有人就會以為說火獅在傷害步驟為止 不會受影響 那他的分解效果就不會被康 沒有這種事 因為是永續效果必須要在場上才會適用 所以這邊打過去 即使是在攻擊宣言時 發動他的效果 自己洗回去分解 還是會被對方給康牌無效 結論就是大火獅不太實用 反而是這隻小的火獅可以藉由傷害步驟除外蕾拉 來幫蕾拉躲灰流 所以小的還比較厲害 大的基本上就是用來給企鵝除外堆小的進墓地用 能夠出到的機會很少 接下來是10星的融合怪 聖靈獸奇 蓋牙火獅 他們這個系列裡面最大隻的融合 10星光屬性的超能足 攻擊力3200 手備2100 融合素材非常的嚴苛 需要有聖靈獸奇怪獸 加靈獸死再加精靈獸 意思就是說 會需要融合怪或是令可怪 再加上兩隻一組 總共要有三隻怪獸來做接觸融合 算是一個相當龐大的負擔 但是如果說用這種正規的召喚方式的話 可以得到以下效果 怪獸效果或是魔法陷阱卡片的發動時 從手牌除外一張零售卡作為代價發動 將那個發動無效並破壞 那就是本家少數的康牌怪 沒有限次數 一個回合裡面 你手牌有夠多的零售卡片 就可以無限次的康 有幾張就康幾次 同一個連鎖串也可以複數次的發動 比方說連鎖1 對方發一張卡 然後你連鎖2康他 然後對手再接一個連鎖3 你就可以接連鎖4再康一次 只要你有夠多的代價可以支付就可以 本身是沒有分解的效果 然後這隻是可以當成一個定場怪 但是必須要有正規召喚才能夠康牌 例如上是用本家的速攻魔法 或者是偉達的效果來特招 是不會有效果的 三隻怪稍嫌困難 而且現在環境裡面有很多卡連鎖的技巧 所以有可能會被卡連鎖給躲掉 比方說伊勢壞如果說他跟珍珠世界排在同一個連鎖 那就會被躲掉 那就還是會被解掉 定場力就普普通通 主要還是運用到他種族的超能族 可以讓企鵝丟超能族的蕾拉 不過現在有link怪可以選擇 所以也不是說非常重要非放不可 有少數的定場是可以做康牌怪的 會比較穩 link2的聖靈獸騎3D獵鷹 他是超能族攻擊力1800 箭頭是左下右下 他的連結素材是靈獸怪獸兩體 所以任何的系列怪都可以做 二效果一盒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是永續效果 箭頭端的靈獸怪會上升攻守600 其實上升的還蠻大的 兩隻的話可以多1200的打點 第二個效果是除外我方的靈獸怪一體來發動 從手牌召喚一體靈獸怪獸 這就是一個啟動效果 是以效果來執行召喚的動作 一方面是堆除外 因為link素材會進到目的 他就可以一方面把那些素材怪給除外掉 讓你的融合怪可以順利的分解 另外一方面可以召喚怪獸來繼續展開 比方說可以配合小雷拉或者是蚊的效果 來從其他地方再繼續特招 來做一組融合怪 link素材會進到目的 剛好配合自己的效果會除外掉 配合那些通招點使用 link2本身也有分解的效果 將磁卡回到額外牌組 以除外的一組靈獸死加精靈獸為對象來發動 守備表示特招那些怪獸 在對手回合也能夠分解 這就共同的分解效果 回額外一樣是他的發動代價 這張的重點是 比起那些融合怪 他是沒有僅能特招的這個限制 正規召喚過 他就可以解開蘇生限制 可以復活 從除外或從目的都可以 還有就是link2本身沒有限制說 回合中只能夠特招一次 變成說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可以讓你轉換你的場面來用 現在有出了新的融合怪是星龍 那隻星龍可以分解 本來星龍分解數量只能變一隻 但是如果說你先變這張link2出來 就可以再利用他的效果再變成兩隻 增加他分解的數量 那用法就像這樣 比方說你一開始用大雷鷹分解出這樣子一組 然後抓到一個可以通招帶怪的一隻怪 就拿這兩隻去link掉做link2 這個link素材就會跑到墓地裡面去 就可以當成他的代價除外掉 然後通招手牌裡面的這隻 靈獸史紋到場上 觸發他的效果 再從除外再特招一隻怪到場上 這邊就可以再繼續做 比方說這邊就有link4 可以做他們本家的 聖靈獸奇瘋之夥伴 其中這個雷鷹還可以再發動一次效果 再除外一些怪做你後續的動作 那這張link4是這次新出的定場怪 聖靈獸奇瘋之同胞 他叫雷拉烏塔利 這應該是個梗啦 就是跟雷拉有點關係 風阻性link4的超能足攻擊力2600 連結素材要效果怪獸三體以上 不能夠用link3加一隻來做 至少必須要是link2加1加1 三隻怪才可以做 二三效果一合合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在怪獸區存在違憲 雙方玩家不能夠解放卡片來發動卡片效果 這邊寫的很清楚是不能解放來發動 所以他是一個卡雙方不能夠解放卡片作為發動代價的永續效果 只有限制是不能夠當成代價 如果是效果或是召喚條件的解放的話 並不會在他的範圍裡面 並不能夠防範 所以稍微有點可惜 針對現在環境常用的解藏卡 例如像是壞獸 隕石 甚至是有效果解放的 Emergency 或者是儀式卡片 那些都是沒有辦法利用link4把他們給鎖住的 只能夠鎖代價 設計上應該是針對煉獄機 就是讓煉獄機整副不能夠發效果 現在環境的話是卡對手的粒子球起跳 或者是六花系列 相當針對的一個永續效果 這樣不能防隕石了 不要聽信網路謠言 第二個效果是以我方除外狀態的零獸卡 一張為對象來發動 將那張卡先回到手牌或是額外牌組 之後可以從手牌召喚一隻零獸怪獸 這是一個啟動效果 先回手之後再決定要不要召喚 如果說那張卡沒有成功回到手牌或是額外牌組的話 後半就不會處理 你也可以只抓回來不用下怪 你可以抓除外的怪回來直接召喚 那因為是通常召喚的關係 不會受到那些零獸怪特招次數的影響 可以繼續的製造你的融合素材 這個效果也可以減被除外的零獸魔線 假如說前面有用雷鷹去除外零獸魔線的話 也可以藉由這個link4先把它給拿回來 就可以蓋在場上 手牌有其他怪的話也可以召喚下來 那就可以繼續做招 第三個效果是干擾對手的效果 在對方回合才能夠發動 以我方場上的零獸卡一張 跟對方場上一張卡為對象可以發動 把那些對象卡給除外掉 這是一個對方回合的惡數效果 可以指定零獸卡加對手的任意一張卡片 將那兩張卡給除外掉 那你可以利用接連鎖的方式 先指定自己的零獸融合怪跟對方一張卡 連鎖2把那個零獸融合怪給分解掉 這樣就會變成說只有對手的卡被除外掉 就損人力己 也可以指定他自己 比方說你就指令和4自己作為對象 也可以 所以至少不會讓你變成沒有檔 也可以指發動中的零獸魔線 比方說陷阱卡發動之中 你可以接連鎖2 指那張陷阱卡 就可以節省你被除外的單卡 對方場上也可以選怪獸或魔線 是一個比較靈活的解場或是干擾的效果 比方說你看到對手的王家長編之谷 覺得很討厭 你就可以把他給除外掉 但自己回合是不能發這個效果 只有在對手回合才可以用 沒有限階段 比方說像剛剛的狀況 你做到這邊 場上有Link2加上零獸史文 再加上雷音 那你就可以用雷音的效果去除外一些單卡 這些單卡就可以藉由Link4的效果 回收起來 然後再進行召喚 比方說你可以回收長老下長老 就可以追加一次的通招機會 偶爾你也可以除外魔線 這樣子就可以回收一張魔線 蓋在後台 就比較簡單一點有干擾對手的能力 本身在場就是一檔 接下來是這次出的很重要的一隻融合怪 是聖靈獸奇 星龍 七星光屬性的幻龍族融合怪 攻擊力是2400 首杯1900 融合素材一樣是靈獸史加金靈獸一組 但是融合方法比較特殊 只要除外我方場上或墓地上述的卡片 就可以直接從額外特殊召喚 有點像是ABC那種可以從墓地除外 我方一回合只能夠特殊召喚星龍一次 有綁特招的限制 史卡在怪獸區存在為限 我方場上其他零獸怪獸 不會成為對方的效果對象 首先他的接觸融合也是一個規則特招 然後上場之後就可以幫別人抗指定 在現在環境裡面要對付RS 或是岩屬性的救機是一個很重要的效果 強制對手只能夠指他自己 不能夠指別的零獸怪 只保其他人不保自己 等於是說限制了救機的對象 必須要選擇這張星龍 那剛好他又有惡效果可以逃走 配合惡效果來接連所分解 可以讓救機只炸到對手自己的怪 第二個效果是在雙方回合 可以將他自己回到額外牌組 以我方除外狀態的零獸怪獸一體 為對象來發動 將那隻怪特殊召喚 以這個效果特招的怪 當回合不能夠直接攻擊 這是一個惡數效果 跟其他融合怪一樣是可以分解 但是他只能夠分解成除外的一隻 這個除外的一隻可以選擇 Link怪或者是其他的小怪都可以 重點是他可以特招Link怪 變成是可以應對結場卡片的重要的轉換方式 那就像剛剛說過的 可以先變成Link2 之後再用Link2去變兩隻 就可以追加分解的數量 還有就是可以配合Link4的效果 接連鎖直接逃掉 就可以變成只除外對手的卡片 這張很重要就是他的目的除外 可以幫你整理目的 創造除外的資源 讓你的其他融合怪可以順利的分解 再接回到Link怪 是做完Link召喚進到目的之後 再接回本家的一個關鍵單卡 去戰的時候也可以當成蕾拉的觸發點 比方說你的場面已經被對手給解光光了 但是目的裡面有新的精靈獸死蕾拉 那就可以用蕾拉跟另外一隻怪 除外掉特招星龍 觸發蕾拉的牌組特招效果 比方說用法就像這樣子 先做一個Link2之後 想辦法把它除外掉 很多方法可以把它除外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星龍去特招Link2 然後再從Link2變成一組 就從一隻變成了兩隻 還有就是在場期間 其他的零獸怪都會抗指定 假如說對手目的有這個刺炎的救機 他必須要指場上兩隻怪作為對象 其他人不能被指的話 他就一定要指到這張星龍 救機他的效果如果沒有炸到怪的話 這是不能起跳的 等於是說他想要讓救機起跳 就必須要炸他自己場上的岩屬星怪獸 星龍會接連所逃走 假如說你還可以配合到這個Link4卡對手解放的效果的話 會讓救機沒有栗子球可以躲炸 現環境很重要 就蠻靈活運用 到此為止就怪獸都介紹完 我先稍微總結一下後半段的怪獸 首先是精靈獸史兩隻 一隻四星超能族的維達 他有共同特招一次的限制 效果是被對手破壞可以無視條件 從牌組或是額外牌組特招零獸怪 一星的蕾拉一樣是共同只能特招一次的限制 他的效果三個都很好用 從手牌捨棄他自己可以效果召喚零獸怪 在墓地可以除外代替零獸卡片的破壞一次 被除外的場合可以令起連鎖 從牌組裡面特招一隻零獸怪 關鍵融合怪六星的大雷鷹 他的效果是指定自己除外的兩張零獸卡 將那兩張對象卡給洗回墓地之後 檢索一張零獸卡片 那還有一個惡數分解效果 可以自己接連鎖 可以連鎖一洗回墓地 然後連鎖二分解 藉此來創造資源 海豚是自身抗效破 有惡數分解的效果 大火獅是自己攻擊的時候 到傷害步驟為止 不會受到其他效果影響 然後也有惡數分解的效果 基本上這兩張是不太會用的到 雌星的蓋雅火獅 融合素材要聖靈獸騎加靈獸死跟精靈獸 共三隻怪 正規接觸融合的話可以得到康牌的效果 他的康牌效果是代價除外手牌的靈獸卡片 可以康怪獸效果以及魔法陷阱卡片的發動 在回合中不限一次 有多張可以康多次 LINK2的3D獵鷹 效果是箭頭端攻守增加600 然後除外目的的靈獸怪 效果召喚手牌裡面的靈獸怪 也有共同的惡數分解效果 本身沒有綁特招次數的限制 LINK4的風之同胞 第一個永續效果是雙方不能夠代價解放卡片 效果的解放是可以的 第二個效果是指定回首除外的一張靈獸卡 之後可以選擇召喚手牌一張靈獸怪 先回收再下到場上 第三個效果是在對手回合的惡數效果 指定我方場上的靈獸卡跟對手場上一張卡 各自除外掉 融合怪新龍 從場上或目的除外一組可以進行接觸融合 綁定回合中只能夠特招一次 場上有個永續效果是其他靈獸怪會抗指定 第二個效果是惡數分解效果 加自己代價回到額外牌組 指定除外的一隻靈獸怪 特招那隻對象怪 他比較特別是他也不限形式 可以攻擊表示 其他人是只能守備表示 但是那隻怪會限制說 這回合不能夠直接攻擊 那你也可以選另一個怪特招回場上 大概怪獸就有這一些 到此為止先整理一下 整個怪獸效果可以做什麼用途 因為這個靈獸主題要從除外來分解怪獸 所以能不能夠順利的分解怪是很重要一個操作原則 要能夠順利分解的前提就是 除外必須要一直有新的怪獸加入才可以 因為每一隻都只能夠特招一次 分完一次之後他就沒有辦法再特招第二次了 所以關鍵的角色就是要能夠製造除外的 像是雷鷹或者是雷拉的帶貨效果 或是任何零獸怪的接觸融合 都可以製造有怪獸到除外 本身的通招特招的話則是由這些怪獸來執行 比方說雷拉的手牌捨棄效果 或是小雷拉的墓地復活效果 或是長老的追加通招 或是零獸史文的除外特招 LINK2跟LINK4都有追加通招的能力 堆墓地的有這些 首先是本身效果就是堆墓地的企鵝 還有進行LINK召喚的時候怪獸會進到墓地 然後雷拉的手捨效果會讓他自己進墓地 然後大雷鷹的放回墓地的效果 也會讓你的墓地有多出系列怪 這些被放回到墓地的怪要怎麼樣再次除外呢 可以利用這些 像是火獅或是星龍或是LINK2 就可以把墓地的這些怪給除外掉 方便你後面的運作 中場的干擾主要是LINK4 還有陷阱卡 陷阱卡是非指定炸怪 大概就是這樣子運作 整個串起來就像這樣子 先講一個最基本的展開過程 比方說你只有單卡的小雷鷹 就這樣子展開 首先你通招雷鷹發動他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除外雷拉 雷拉就可以發動他的效果 再特招一張零獸死到場上 光是這個動作就已經用掉他的特招機會了 之後你就將這兩隻接觸融合出大雷鷹 大雷鷹利用他自己接連鎖的方式 連鎖1選擇你特招的這隻 再加旁邊這隻 然後連鎖2他自己分解 處理連鎖他就會先分解成雷拉跟雷鷹 連鎖1他抓一張紋到手牌 這兩隻的特招機會就用掉了 之後你就可以再發動雷鷹的效果 再除外一隻 要不然你再合就沒辦法分解了 所以這邊除外一隻企鵝 到這邊的話這兩隻還沒有特招過 先拿場上的這兩隻去做LINK2 然後LINK2再發動他的效果 隨便除外一隻 然後通招這個 再把除外的那張企鵝給特招回來 特招回來之後企鵝的次數就用掉了 然後這邊再發動企鵝的效果 去展示一張火獅把牌組裡面的火獅給丟到目的 到這邊你的除外都是特招過的怪 必須要想辦法把這個小火獅給弄到除外去 才可以讓怪分解成雷跟這張小火獅 這個時候就要利用新龍的接觸融合 把他們給除外掉 就可以順利分解了 場上的雷加企鵝 就可以再去合成第二隻大雷鷹 大雷鷹再利用他的效果 然後連鎖一連鎖二 連鎖二分解成火獅再加企鵝 連鎖一抓一個長老 就會用掉火獅跟企鵝的特招次數 總共一二三四五六 六隻就都全部用過了 到這邊你的場面會長成像這樣子 LINK2再加兩隻怪 再加一個新龍 然後手牌裡面有長老 這邊的話就可以做LINK4 然後從除外把雷鷹抓回來之後 召喚手牌裡面的長老 追加一次通招 這隻雷鷹是不能夠再特招的 但是可以通招到場上 最後雷鷹就可以再發動一次效果 再把一隻給除外掉 這隻是沒有特招過的 他跟長老就可以順利的分解成一組 有的分解之後 這兩隻就可以再去接觸融合 做成第三隻大雷鷹 就一樣連鎖一連鎖二 又再分成這兩隻 然後抓一張陷阱卡 最後這兩隻也都特招過了 一輪下來 每一隻怪的特招全部都用掉了 最後這兩隻就再合體成最後一個雷鷹 然後用雷鷹再隨便洗兩隻 回去墓地裡面再抓第二個陷阱卡 最終的場面就會長成是這樣 首先有一個Link4 他可以二速的兩邊除外一卡 會限制對手不能夠代價解放來發效果 還有一個星龍可以讓其他人抗指定 然後一個大雷鷹可以二速分解 後台會有兩張陷阱卡 墓地裡面會有一個雷拉可以幫你代替破壞一次 被除外的話可以特招牌組的怪 場上的星龍跟雷鷹都是有二速分解能力的 這邊可以分解成一隻 然後這邊可以分解成兩隻 就有很多的運用方式 比方說你可以跟這個陷阱卡接連鎖 就可以干擾到對手 這就是單張雷鷹的基本場面 過程之中特招的次數都卡得很死 一隻分解完之後就會限制另外一隻 等於是說要一直不停的把怪給除外掉 讓你可以順利的分解 整個串起來就像這樣子 這邊下雷鷹然後除外雷拉 發動他的效果特招一個 隨便一個零售死到場上 讓他可以合體 那這邊的特招就用過了 在連鎖1連鎖2的時候 要把那個特招過的怪 選為回目的的對象 好那分解成雷拉加雷鷹 然後雷鷹就在發動效果再除外一隻 這次除外雷鷹 然後再做雷鷹2 除外一隻效果通招 然後從除外再把雷鷹給特招上場 然後雷鷹丟一隻怪 然後之後再除外做星龍 讓場上可以順利分解 雲跟火獅可以分解 這邊一樣連鎖1連鎖2 然後回來兩隻 那繼續再製造除外 火獅先發效果 然後link4 把雷鷹再抓回來 然後下長老 然後雷鷹發效果 把最後一個雙字段給除外 然後再做一個雷鷹 後面就收尾的部分了 最後做一隻雷鷹之後再抓一張卡 那記得有過程之中 要把雷拉放回到目的裡面去帶破 在對手回合這邊可以先雙方除外一張 然後你可以自己接連鎖 把它分解掉 然後這邊有兩個非指定炸怪的陷阱卡 中場就會是一張卡變五張卡 然後再加上目的裡面會有支援 可以在下回合運用 其實也還蠻強的 在現在環境裡面算是有賽場實力的牌組 一張變四張或五張 才能在現在環境裡面生存 但是因為特招都綁在小怪身上 等於是一卡展開就全家都要出動 一張雷鷹就會把整副都給打完 這就是他的特色所在 一張可以打完全部 兩張還是同樣的事情做一遍這樣子 接下來就介紹一下他們這些系列魔線 首先是這次的新卡 永續魔法卡 零獸的祭聖 二三效果一回合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對方場上怪獸攻擊力 會下降我方場上零獸怪獸 種族種類乘以200 基本上零獸就是超能族 跟炎族雷族水族 就是依照那個種類數量降200 第二個效果是展示手牌的零獸怪一體可以發動 跟那隻怪不同種族的零獸怪獸一體從牌組加入手牌 之後我方捨棄一張手牌 這個效果也是蠻強的 展示零獸怪是代價 那就可以換一張零獸怪 之後是可以捨棄任意的手牌的 你可以捨棄用不到的手坑 或是捨棄雷拉到墓地裡面去 可以再做後續的運用 吃灰流的話 因為是整個無效 所以就不用捨棄了 只讓對手看了一張零獸怪 也可以堆目雷拉來湊組件 相當的方便 重點是他可以讓本來不能動的單卡 換成雷鷹或是企鵝 這種可以單卡動的資源 或是你可以在已經有雷鷹或企鵝的手牌裡面 再抓一張長老 抓到長老就可以防坑用 每一回合可以用一次 等於是運轉的會非常順暢 第三效果是 我方場上有怪獸兩體以上同時特招的場合 可以另起連鎖 以場上怪獸一體為對象來發動 把那隻怪獸的表示形式變更 所謂的兩隻怪獸以上同時特殊召喚 主要是他們融合怪的分解 當然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特招兩體 像是他們的陷阱卡之類的 那這是一個另起連鎖 可以改怪獸形式的效果 有時候可以利用分解來把對手的怪獸轉手 阻止對手打死我方的怪 也有時候可以拿來轉自己的怪 比方說你中了隕石場上有一隻很大的 尼比魯Token 採取守備狀態 假如說你有這張永續魔法卡的話 分解的過程之中就可以把隕石Token給站起來 然後就打對手很重的一拳這樣 那或者是對手場上有一些守備表示的怪 你的韋達沒有辦法去自殺跳怪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效果來把他轉起來 再去用韋達自殺 這張卡蠻強的 本身是一個動點還有灰流探測器 假如說你發動這個效果 對手可能就會直接丟灰 是有可能的 假如說你展示的那張怪不是很好的話 比方說是那種不能動的東西 那對手可能會為了預防你做後續的展開 就用灰流把你阻止掉 那吃坑能力也提升很多 這張卡是一定會放三張的 用法就像這樣 比方說你手牌有蕾拉 你就可以用這個永續魔法去展示蕾拉給對手看 展示完之後你就可以抓雷鷹 作為動點 這個雷鷹下去 如果說吃坑的話 比方說對手丟一張效噴把他無效 你就可以把這兩隻給除外掉 做新龍出來 然後觸發蕾拉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再特招一隻怪 然後這個新龍可以再自己洗回去 湊成一組雷鷹的接觸融合素材 就可以展開了 就可以做後面的事情 或者是說在你手牌已經有雷鷹 或者是企鵝的單卡動點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個永續魔法 展示他 然後抓零獸死長老 等一下會講到說這個組合是一個不怕單張手坑的組合 把其他的手牌裡面的廢牌給丟掉 就可以用兩卡來開始做展開 不會怕對手的灰流或是笑分泡影 其他的用法就是可以配合link4的效果 如果說你其他的怪很重要 你也不想把他分解的話 你就指這個永續魔法為對象 就可以跟對手一起除外掉 還有就是融合怪分解的時候可以觸發他轉型式的效果 比如說這邊有一張雷鷹 場上有永續魔法的祭聖 對手出一張怪要打過來 那你這邊雷鷹就可以把他分解掉 觸發祭聖的效果去把他給轉手背 轉手背之後你的怪就可以留在場上了 實戰上也常會用到這一招 他可以叫醒對手的泥碎魔獸 比方說對手場上有泥碎魔獸在這邊 你的融合怪都不能夠發效果就很不方便 那你可以先利用忌聖的二效果先換牌 換出了長老再加上一隻零獸怪 長老的效果是不用發動的 不會受到泥碎的影響 直接召喚了就直接適用 那就可以再召喚另外一隻零獸怪 這兩隻先做一個link2 然後把墓地那兩隻給除外掉做新龍 讓link2可以順利的分解 分解回來之後就可以觸發這個永續魔法的效果 把泥碎魔獸給站起來 這樣子的話你的雷鷹就不會再被卡了 就可以做後續的展開動作 破對手的陣 再來是速攻魔法零獸的相伴 他的效果是除外我方場上表測表示的零獸怪 兩體才能夠發動 是代價除外 從額外牌組無視條件特招一張零獸怪獸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手動合體 除外是代價 再來雙方回合都可以使用 他是速攻魔法 可以覆蓋下去等對手回合用 因為有加注了無視條件 可以特招零獸融合怪 或者是零獸的link怪都可以 你只需要支付場上的兩隻表測零獸怪作為代價就可以 那這個零獸怪獸也包含了零獸融合怪 所以非常的廣 等於是原本不能合的組合 就可以利用這個速攻魔法來合體 可以減免link4的素材到兩隻 因為有時候link4不太好做出來 比方說你用大雷鷹抓這張魔法卡 然後分解掉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那兩隻怪給除外掉 跳link4出來 而且那些怪還不會進到目的 有時候比較方便使用 零獸怪獸的代價 你可以是零獸死啊 精靈獸或是聖靈獸騎等等 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他是非正規的召喚 雖然說有加注無視召喚條件 但是那隻怪的蘇生限制是沒有被解開的 如果說你特招了link怪之後死掉了 是不能夠復活回來的 有時候會影響到星龍的惡效果使用 這張也是蠻重要的 他有躲坑 續戰跟轉換種類的功用 至少會投入一張給雷鷹來檢索 比方說像這樣 你就是大雷鷹分解成這兩隻 然後抓這張速攻魔法 那你就可以用這速攻魔法 把這兩隻給除外掉 直接跳過中間過程 特招link4 減免掉中間的link素材 場上如果是有link怪或者是融合怪 你覺得他不太方便 他卡在那邊也分解不了的話 也可以把他當代價給除外掉 主要就是這個相伴沒有解開蘇生限制 記得不能用星龍把你所特招的那些link怪給跳回來 沒有正規link是不能變的 再來是速攻魔法 靈獸的四環 代價除外手排一張靈獸怪 選擇目的或者是除外的一體靈獸怪來發動 將選擇的怪獸特殊召喚 前面的都是代價跟指定對象的部分 至少必須要支付手排的一隻靈獸怪為代價 這是一個復活點 但是比較不方便是他沒有加注無視條件 所以不能選融合怪 然後如果你要選link怪的話 要正規召喚過一次才可以用這方法來復活 那目前是沒有比較好的復活目標啦 最多就是選正規召喚過的link怪 不過那個功能已經是星龍就有這個復活點了 二換一而且佔用特招次數 目前是不會放這張 最後是兩張陷阱卡 第一張是靈獸的連氣 通常陷阱卡 我方場上有靈獸怪才可以發動 選擇最多到我方場上靈獸怪獸數量的場上怪獸來破壞掉 發動寫在這邊嘛 前面沒有要指定對象 所以後半段都是非指定的 目標怪獸可以選擇復數章 根據你場上的零獸數量來決定 那這是他們這個系列本家最關鍵的防禦單卡 有干擾對手能力的就是link4跟這張陷阱 比較可惜的是他只能炸怪不能炸魔線 非指定的炸對方的怪或我方的怪都可以 偶爾你可以用來炸自己的怪去觸發雷拉的帶破來跳怪 那數量是在效果處理的時候才判定 因為是非指定的關係 在效果處理時判定 那如果說處理的時候沒有零獸怪就是炸零章 可以利用接連鎖的方式來增加數量 讓你炸的怪可以多一點 以前會有被黑洞掃光前場的問題 當場上沒有零獸怪他就不能開了 那現在有多了雷拉可以防破壞 就比較不怕 反倒是現在比較常會被熔岩魔神或是太陽彈給吃掉 造成不能發動的狀況 那用法就很簡單 比方說你場上有融合怪再加上連氣 那你就可以連鎖1發連氣 然後連鎖2選這個分解效果 除以連鎖2先分解成2隻 連鎖1除以的時候就可以炸對手2怪 那也可以炸自己的 都可以 最後是陷阱卡 零獸的奇襲 這是一個可以復活一組的陷阱卡 它的效果是從我方目的以及除外的怪獸之中 選擇零獸死跟精靈獸各一隻為對象來發動 首位表示特殊召喚那些對象怪獸 發動之後到回合結束為止 我方只能夠特招零獸怪獸 這就復活一組用了 那目前小怪都沒有二術效果 只有火獅有二術效果可以使用 用法的話是可以在結束階段增加場上的怪 但是出來的都是一些小怪 所以沒有很強勢 目前也是比較少放這張的 比方說你墓地裡面有雷拉 然後除外有一組這樣子的怪 你就可以發動這張陷阱卡 直接特招這兩隻 就用這個火獅的效果在除外雷拉 就可以觸發它效果去特招怪 場上就會變三隻怪了 不過本來融合怪的分解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這張陷阱也是幾乎都不會投入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到此為止就總結一下五張魔獻 第一張永續魔法忌勝 會降對手攻擊力 根據我方場上的零獸種族乘以200 第二個效果是換牌的效果 可以展示零獸怪去抓不同種族的零獸怪 之後再捨棄一張手牌 任意的手牌都可以 第三個效果是同時特招兩怪 可以另起連鎖 指定場上一張怪獸 轉表示形式 然後速攻魔法零獸相伴 是代價除外場上兩隻零獸怪 可以無視條件特招 額外牌組的一隻零獸怪 就手動合體的功能 那零獸四環就復活卡 沒有無視條件 不太好用不會放 然後零獸的連氣是 依照我方場上的零獸怪獸 非指定的炸場上的怪 每一個回合不限使用一張 所以在正規的定場裡面 會有兩張在後台 然後零獸的奇襲 是從目的或除外中 指定一組來特招 那後續會綁本家的特招限制 都很簡單 應該是只會放這三張 然後檢索卡是最重要的 檢索卡最強 一定會放滿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講一下 這副牌組的先攻定場了 這副牌組基本上是一個 單卡作招的牌組 做招的關鍵就是 小雷鷹再加上大雷鷹去刷多次 他們小怪都沒有一回合發動一次的限制 但是只有特招次數的限制 利用一些怪獸效果的通招 可以再多發動幾次這樣子 因為單卡就能夠做招的關係 可以搭配不同的手坑來輔助 拿到兩卡以上來做展開的話 可以有防坑的功能 不過場面是不會變大 在剛剛講的過程裡面就講過 單卡雷鷹最後就可以做出 令可試再加兩隻融合怪 然後再加後台兩張 跟目的一張代替破壞 雖然說在對手的角度 看起來好像一張卡變成五張卡 實際上在你的角度 是經過這樣一番痛苦的過程 不知道各位看了有什麼感覺 個人看的感覺就是 整個這樣子做完 其實畫面很亂啊 主辦單位要不要管一下啊 畫面很亂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過程之中 你還不能夠指錯對象 因為他們都有特招次數的限制 一張雷鷹開始打 會把整副牌組的 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隻怪的特招次數全部都用掉 等於是一卡打完 全家都要參與了 等於是用整副牌在跟對手戰鬥 很麻煩啊 中間比方說你過程中 你選錯一個對象 你的怪就不能分解了 必須要記憶很多的東西 展開過程有一些特性啊 第一個特性就是 一卡展開全家出動 所以他們是共同綁定 有夠多人 綁定方式 有夠多人 因為特招次數都綁在小怪身上啊 不是綁在大怪身上 中場就取決於 牌組裡面還剩幾種沒有特招過 這是一種網軍側翼的行為 一卡出動 全家出征 零售出征 寸草不生 兩卡展開也未必更大 他們同溫層很厚 但是你兩卡展開可以防坑 就是當有別人幫你說話的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 你說的真有道理 那展開的變化裡面都很細微啊 然後也沒有特別厲害的 某一張單一的關鍵卡 像動點就是雷鷹跟企鵝 不過他們都要有其他人幫忙 其中一個斷了 後面也是斷了 過程複雜 先後順序看似沒差 有的時候真的是沒有差 你那個雷鷹可以先除外企鵝 也可以先除外雷拉 有時候是真的沒有差 但是當你發現 真的有差別的時候 真的會停下來了 有時候看似沒差 但是打錯還真的會停 到底哪邊有差 哪邊沒差 其實不是很直觀 不像其他的牌組 在哪邊停下來 至少還有一個方向 知道往哪裡去補 這個沒有 這個需要一點記憶這樣 然後還要特別記一下 哪些怪沒有特招過 然後中場也沒有三色擋無效 除非你要做蓋牙火師 但是那個負擔比較大一點 最終的場面就是一張link4加 兩個炸怪的陷阱 仍然還是要正確交坑 而且陷阱卡只能炸怪 在環境裡面並不是說全部都有優勢 比方說打到白鷹城 打到神杯 他們就沒有怪給你炸 整個就不理你 打這副就是最好要記好 自己基礎熟練的一套展開 然後吃坑 再看其他手牌去轉就可以了 很多玩家會準備這種小板子 他就是記說哪一隻怪沒有特招過 特招過的就把他給轉過去 那還有有的玩家會這樣的 就是特招過的擺反的 然後沒有特招過的擺正的 然後就會發現怎麼 好亂啊就是墓地有一個反的 然後除外有三個反的 然後有時候人家拿去看一看 之後再把他放回來 他沒有放對方向就忘記了 然後就好亂啊 所幸這副零獸雖然展開複雜 但是強度還是可以靠一些其他的卡片來維持的 像他們特別厲害的一點就是可以掛入次元環境 前面的講解就有講過說在次元環境適用之下 大雷鷹的回墓地效果還是會正常的回到墓地 所以像這些次元吸引者啊或者是次元裂縫 都是不會影響到零獸本身的運作的 但是他們會counter到大部分環境裡面的主流 基本上遊戲網的主流裡面沒有不利用墓地的 次元吸引者或者是次元裂縫可以大幅度的封殺他們的運作 其實還可以投入像次元競技場 次元競技場的好處就是可以用三戰之號來調度 那就變成說你吃了聖槍可以蓋這個東西下去 那有的比較極端一點的會怕隕石的玩家還可以投入凱薩原型競技場 方便你在做招的時候不會被人家砸隕石 次元環境也會帶來一個好處就是 阻止對手使用那些要從手牌送入墓地的手坑 現在環境裡面這類型的手坑有像 真質狙 效果分隔世 還有封鎖鳥 只要你先放一張次元裂縫在場上 就可以當作對手沒有這些手坑了 就不能發 剩下的就是灰流泡影跟隕石這幾個坑要注意而已 那還有其他一些輔助單卡 比方說緊急瞬移可以跳零獸史用 不是跳零獸史 是跳零獸史用的 那還有這個磁盾的聖騎士 他可以除外掉抓風屬性獸族的怪 可以抓企鵝 還有這個黃金桂你可以除外蕾拉 或者是除外你需要分解用的零獸怪 那還有這個愚蠢埋葬可以用來核心龍 額外牌組的話你可以投入一般泛用的額外怪 基本上額外空間很擠啦 你只能大概只有三到五張的空間 可以選這些IP 小葉 然後令和納紀 潛伏者 或者是提風 這些都有人放 都有機會用得到 這副牌的強度根源 還是在他可以counter主流的特性上面 就是這些次元環境真的是對主流殺傷力很大 尤其是對現在環境裡面的像炎王 或者是消防隊等等都需要靠墓地裡面的資源來運作 就算炎王這麼強勢的主流 你只要先開了裂縫 或者是次元吸引者 他就會很痛苦了 他就一回合沒有辦法動 換你這邊零獸不受影響 就單卡正常展開 這就是零獸能夠上位的秘訣 把把丟刺息 讚讚 那首先是剛剛講的單雷鷹的運作方式 單卡展開的話 特招就卡得很死了 就一定要一個除外一個這樣子慢慢做 這邊下雷鷹除外雷拉 那發效果隨便跳一個零獸死 跟他合成大雷鷹 然後連鎖1連鎖2 然後抓一個紋到手牌 然後跳回兩隻 然後做一個link2 這邊分解的那兩隻就都用過了 然後最後再做link2 通招這隻把企鵝跳回來 那到這邊就只剩這隻沒有特招過 然後這邊再除外 跳星龍 然後合成雷鷹之後再分解 那一樣連鎖1連鎖2 這邊抓一個長老 利用link4跟長老的配合 再做一組 然後雷鷹就可以把還沒特招過的 最後一隻給除外掉 就可以跟長老分解 最後的結束階段 除外會剩下兩隻怪 然後墓地會有雷拉可以代替破壞 場上會有兩個非指定炸怪 然後還有一個雙方指定除外 然後利用分解的方式來躲對象 這個是單卡最基礎的展開方式 如果說都不會的話可以只記這一條 後面就是你重複直接連鎖這樣子把場面給擴大起來 因為每個特招都卡的很死 理論上是不會做錯的 因為一做錯就會當機 不要連這個都做錯 這個是最簡單 如果是單張企鵝的話 因為是堆木的關係 就會需要用到星龍去觸發雷拉的效果 首先用企鵝的效果 除外一個超能組的零獸怪 然後堆雷拉進去 那兩隻除外掉 這星龍可以從場上除外 所以是企鵝再加雷拉除外掉 好那就可以特招雷因 然後雷因再發效果 再除外一個怪 然後用星龍分解的效果 跟雷因湊成一組 這樣子小雷拉的特招四處就用掉了 然後合成雷因 一樣連鎖一連鎖二 那因為這個小雷因跟小雷拉都用過 所以只能特招另外兩隻 就企鵝加雷拉回來 然後這邊先抓到一個速攻魔法 把這兩隻給除外掉做link4 那這邊企鵝可以多堆一個火獅進去 回收雷拉回來 然後把剛剛堆進去的再復活起來 最後就雷因再刷一點支援 那就到這邊 一樣有代替破壞 單隻企鵝的展開也是每一個特招都卡得很死 不過其實場面跟一隻雷因是沒有差多少的 一樣有一個指定除外 還有一個非指定炸怪 還有代替破壞 實際上只是少了一張陷阱卡而已 客觀來說的話 其實也算是還可以接受的定場 單卡展開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一開始的雷因除外掉雷拉 然後發動他效果之後 直接吃一個灰流的話 湊不出第二隻可以跟他接觸融合的夥伴 就會停在這邊 就斷掉了 湊不出第一隻大雷因 後面就沒有任何的展開可以做 並不是一個很理想的展開方式 因為太好斷 比較好的手牌應該是有一組來開始展開 尤其是有長老加雷因這樣子的方式 就算這邊吃了灰流 還是可以把大雷因給做出來 去做後面的展開步驟 新卡包多了永續魔法可以檢索之後 這個手牌就非常好湊齊了 假如說你已經拿到其中一隻的話 隨便展示他們抓另外一隻 丟手上一張廢牌 就有長老加雷因的這種展開組合 吃坑的能力就變得優秀很多 那可以這樣子來躲坑 比方說像這樣 假設說沒有吃坑的狀況之下 中場是Link4加大雷因 然後連氣兩張跟一張星龍 跟單張雷因是沒有差別的 但是會多了一次大雷因的檢索卡 就多了一張卡片 吃聖槍是不是要投下一場 就投啊 不一定啦 因為你吃完之後 又不是他有手坑你沒有手坑 你吃完之後看看手坑能不能阻止對手 吃居妥協要做什麼 不要那麼急啦 不要說這邊吃了嘛 場上不是兩隻怪 那你就看你是要合一個 然後抓一張陷阱 還是說跳一隻四星的疊格 你一睡就過了這樣子 就也只能這樣子啦 那假設說對手沒有丟坑 那我們為了要單純化一點 這邊的展開把長老放在場上 不要動他 那旁邊的雷因做單卡展開 好這邊是 這不是正規打法 這邊長老放在這邊 那旁邊下雷因 然後除外雷拉 那發動他的效果跟剛剛一樣 然後就一樣除外一個契爾 做link2 然後把契爾特招回來 然後再除外出個星龍 讓雷因可以再分解 然後這邊會先抓到第一張的零獸卡 剛剛本來是抓長老 現在可以先抓別的 因為長老已經在場上 然後做link4把雷因再收回來再召喚 然後再除外掉 後面就跟前面一樣 最終的場面就是多洗了兩張回目地 多抓了一張卡 這張卡可能沒用喔 但是就是你可以吃坑的一個範圍 局局來說我們完全一樣的順序 然後雷拉的效果被對手的灰流給打斷 那像這樣子 比方說這邊對手有一張灰流 那對手的灰流交在雷拉 是還蠻合理的 因為雷因出來之後 再去打斷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這邊吃了對手的灰流 我們還是場上有一組 還是可以做雷因再分解掉 一樣連鎖1連鎖2 就跟前面的步驟就都一樣 先抓一個這個 然後再除外一隻做link2 然後出來 再堆一張 然後再出星龍 然後再做第二隻 然後再分解掉 因為你吃了坑 所以特招的次數也是卡的很死 就一隻一隻都固定 然後這邊link2 用這個魔法卡效果 跟另外一隻除外掉 出link4 然後再抓一隻回來下 然後最後整理場面 那就做完了 最後的中場是跟單卡做招 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你都吃了一張灰流而已 那或者是不一定要是灰流 如果一開始的長老加雷因這邊 雷因吃的是泡銀 也是一樣的 就可以做完這一整套 所以這樣子一組的組合 可以吃一張手坑 最終還是有三式干擾 對手手坑要兩張以上才可以打斷 不只如此 這個組合最後還可以做一些轉換 比方說剛剛的場面 不是做到最後 會有最後再合一張雷因的機會嗎 不要說你最後的那個雷因不要合 你就改成下小雷拉復活link2 最後場面就會是有link4加陷阱卡 加星龍 這邊沒有變 後面的變成IP加link2 在對手回合可以做link召喚 那這邊看一下操作過程 這邊下長老 然後追加通招下雷因 然後這邊先除外契額 等一下就會講到 其實展開之中最好是先除外契額 不要先用掉雷拉的效果 那這邊合一個雷因 然後連鎖1連鎖2 把長老跟企鵝跳回來 然後企鵝堆一隻怪 這邊做link2 可以復活墓地 所以這邊抓小雷拉 然後發現他效果把雷因從墓地復活起來 長老企鵝跟雷因的特招次數都用掉了 這邊的雷因除外火屍 然後墓地裡面的長老 跟你剛剛丟的雷拉除外掉出星龍 觸發效果再特招一隻怪到場上 除外有火屍之後 就可以再合一次雷因 再分解一次 然後這次分解跳回雷拉跟火屍 然後抓一張陷阱卡 然後這邊再把它除外掉 然後這邊做link4 那這邊看一下 因為這個小雷拉的效果是沒有一回合一次的 所以直接把他抓回來 然後通招 把墓地裡面link2給復活起來 最後做個IP整理場面 到這邊就回合結束 這邊一樣這兩隻都可以分解 然後這邊一樣是一次的兩邊除外 跟一次非指令炸怪 然後IP還可以再多出一個link4的怪出來 這就是轉換最後的中場選擇 比方說你這邊可以連鎖1連鎖2 然後就可以出神弓 那或者是出SP小葉都可以 長老如果吃了對面泡影 上次不是有講不要用這種小伎倆 下長老喊發動 不用發動的硬要喊發動 騙人家丟泡影 最後的link2再加上一組 你也可以把他接觸融合做蓋牙火師出來 就會有三色檔 過程也是都差不多 像這樣子 就一樣喔 就長老加雷鷹 然後雷鷹除外一個雷拉 特招一隻小雷拉到場上 那順序其實沒有差 就如果是除外企鵝也是可以做出來 那這邊一樣把墓地的怪給除外掉出星龍 讓這個雷鷹可以順利分解 到這邊就可以開始整理場面了 link2先做掉做出link4 然後回收一個小雷拉 然後通招之後復活link2 那這邊就三隻怪就可以接觸融合出蓋牙火師 場上就會有三色檔了 搭配上其他手牌的代價 有的時候可能是兩三檔以上 主要就是這個是用來護航 真直狙啊 或者是次元裂縫等等強力卡片用的 你只要用這個去擋對手 炸你裂縫的卡 應該就很大幅度的可以干擾對手的展開 也可以轉換成這種定場也可以 還有哪些卡是無分類效果 很多啊 你只要點db那隻怪獸 他是寫 不是誘發不是啟動不是永續 不是誘發即時 那剩下的就是無分類效果 所有的都死 再來這張長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用途就是 原本單卡企鵝所做出來的陣比較小 但是如果是加上了長老的話 長老加雷鷹跟長老加企鵝 做出來的場面是完全一樣的 這邊就這樣子一組 那原本是雷鷹嘛 現在是先堆木 那這邊就先堆一隻雷鷹進去 然後就可以合體 再分解 那就一樣抓小雷拉 然後把雷鷹給復活起來 然後這邊雷鷹在發動效果除外一隻 讓這個大雷鷹可以順利分解 那剛剛有企鵝有再堆一張雷拉進去 然後這邊抓到了魔法卡之後 除外掉雷拉觸發效果 特招一隻 然後最後整理場面 這邊先出link4 然後抓雷鷹回來通招 再除外一隻沒有特招過的怪 然後合體成雷鷹之後再分解掉 那後面的其實也是多了一張卡 比單卡展開多了一個吃坑的機會 假如說雷拉吃灰流 也是可以整理出link4加一隻雷鷹 跟兩個後台的場面 都不會變 看得出來長老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說場面不會變大 但是既有防坑的能力 也有把企鵝變成跟雷鷹一樣的能力 因為場面上會有link2加兩隻怪的關係 這副牌是可以做得到先出神功 康隕石的 做得到的 但是中場就會少一點東西 最後的中場會是神功加link4 再加一張陷阱卡 像這樣做 要防隕石的秘訣就是 你要留著雷拉的效果不要太早用掉 等對手真的出了隕石之後再去核心龍 所以這邊前面要先做一個link4 把人家的隕石給逼出來 比方說這邊一樣是長老加企鵝的開局 這邊先把雷鷹給丟到墓地裡面去 然後一樣連鎖一連鎖二分解 然後企鵝先丟一個雷拉進去 然後link2 除外一隻通招小雷拉 把雷鷹復活起來 到這邊就有link4了 然後這邊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對手這個時候沒有丟 你的雷鷹有成功發動效果的話 如果你後面想要做招命神功的話 要除外陷阱卡 不能除外怪獸卡 除外怪獸卡會卡住 那這邊做link4 到這裡就不會怕隕石了 就可以除外兩隻出星龍 那會需要用到星龍的分解效果 我要湊一組 這邊的技巧就是 先用火獅除外link2 然後星龍變link2 link2就可以再變兩隻 就可以把你沒有特招過的怪全部都特招回來 好最後整理場面 這邊大雷鷹抓魔法卡 然後用這個魔法卡去做link4出來 那回收陷阱卡 沒有怪獸就不下就直接蓋著 就換對手 最終場面這兩檔是沒有變的 然後多了一個三檔神功 到對手的回合被解完之後 你可以再利用這個星龍的除外雷拉來特招 就可以把續戰力給打出來 這條比較特別 這條可以稍微記一下 先除外陷阱卡之後 用link4抓回來 加上了長老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任意的精靈獸都可以展開 只要出了第一隻大雷鷹 在你沒有吃任何坑的狀況之下 這樣子就可以做完了 就可以做出link4 加星龍加聯器 那場上會有兩個link素材可以用 就可以做SP小葉 這邊如果不是搭配到雷鷹或企鵝的話 就不能吃坑 因為這張怪沒什麼特別作用 只能合體而已 那這邊一樣先把他回到墓地 再去用星龍把他給除外掉 讓雷鷹再分解 經過兩步 到這邊就一樣出link2 把抓到手的雷鷹給召喚上場 那這邊因為有星龍的護航 所以這兩隻是不會吃效分的 最後抓小雷鷹回來復活link2 然後再做SP小葉就做完了 其實過程就是大雷鷹抓小雷鷹 然後經過了星龍把大雷鷹分解 再用link2把他抓出來 去除外後面你所需要的怪 大概這樣 所以長老加任意一張都可以做展開 假如說你一開始拿不到長老加雷鷹或長老加企鵝 這種可以吃坑的組合的話 一開始手拍有雷拉也可以達成類似的作用 可以利用這個追加召喚 把他送到墓地裡面去 再用星龍加上雷拉出一組怪 不過這樣子開始打就比較沒有像長老這麼好 就是因為在早期就會把星龍的變身給用掉 而且雷拉的效果也必須要成功才可以 這過程之中不能夠防隕石跟徽流 針對無效系的手坑倒是還可以應對 比方說像這樣子喔 手牌一開始是雷拉加雷鷹 然後雷鷹被吃的泡影就一張都沒有堆到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把他除外掉跳星龍 然後用星龍去湊一組 最終是可以打得完的 就link4加大雷鷹加兩張陷阱卡 然後這邊這兩張 然後先發動他效果捨棄掉 然後通招雷鷹吃對手無限泡影 這邊直接把這兩隻給除外掉 觸發他效果從牌組在特招另外一隻 那這邊選隨便一隻零獸死都可以 這邊把雷鷹給跳回來 然後除外企鵝 然後連鎖1連鎖2 雷拉跟企鵝分解回來 然後這邊企鵝堆一張火屍進去 火屍是可以用來給這個小雷拉復活的 再做一隻雷鷹 那這邊就沒有得分解了 就直接抓一張回來 這邊抓速攻魔法 然後這邊下雷拉復活剛剛的火屍 然後除外掉出link4 再把雷鷹給抓回來 再通招 然後再除外一張 這樣子就會有小雷拉 跟你剛剛除外那隻可以分解 所以再合一隻雷鷹出來 最後再整理場面 再合一隻 然後抓兩張陷阱卡 到這邊就結束這樣 如上所述 就以多出的那個通招機會來吃坑 因為你的星龍已經用掉了 所以不會在場上 其他都還在 少一隻怪而已 大雷鷹可以一次從除外飛兩隻星雷拉 可以可以可以 他們是一次 但一次兩隻是可以的 假如說沒有吃到泡影的話 也是可以做得完的 那隻星龍是不會用掉的 但是這一定要搭配到企鵝 雷拉加企鵝才可以做完 因為雷鷹是直接除外 沒有辦法跟他搭配 然後這邊開始拿到雷拉加企鵝 你就可以企鵝堆一隻 跟雷拉組成一組做星龍 觸發他效果特招 隨便一隻零獸石到場上 那這邊特招小雷拉 然後就可以合體成雷鷹 然後連鎖一連鎖二 跟剛剛的企鵝分解 然後就可以再堆一隻去墓地 那這邊再做第二隻 兩次的大雷鷹湊齊了 手牌裡面有長老加雷鷹 就都下下去 因為你的第一次通招是雷拉給的 還沒有用過 然後再用速攻武法做link4 最後收回剛剛雷鷹所除外的紋 把還沒特招過的企鵝給特招回來 那最後整理場面 抓兩張陷阱卡 基本上步驟跟前面是一樣的 但是企鵝有成功的話 就可以把星龍給留下來 那後面再用檢索方式去轉到長老加雷鷹的組合 要自己演一次體會看看就知道 不是說看起來這麼順利 有很多指對象的時候要注意不能點錯 展開原則 就從剛剛的順序可以看出來說 好像有點變化 又好像沒什麼變化 中場都是長一樣的 但是你的起點 還有吃坑的時候 怎麼補是不太一樣這樣 原則上盡量從長老加雷鷹開始 長老加企鵝也可以 有長老的話可以吃一個坑 可以避免被打斷 那過程之中如果你手牌有其他補通招點的話 你也不一定要照順序 你可以用其他補通招點去把展開整個給做完 因為在剛剛的過程之中 有可能雷拉的手牌通招效果 還有Link2跟Link4的效果 都有可能是控制的 所以實戰上 你可以多利用這些效果去下手牌的其他怪 這會比較更好承受對手手坑一點點 那隨時要注意一下 除外有沒有能夠分解的一組 假如說沒有得分解的話 大雷鷹的檢索效果會被對手丟無效系 那就會抓不到牌了 所以盡量就是能夠維持有一組可以分解的怪在除外 這樣子才不會被對手給打斷 小動物可以按照這個順序來出 就依序是雷鷹跟企鵝 然後再來再出火獅 然後最後你可能徹招點比較吃緊的時候 再出雙之段的圍達 照這個順序來出 會比較順一點 讓後半段的自由度比較高一點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後面只剩下靈獸石 或者只剩下精靈獸 場上就需要這種雙之段怪才可以合得起來 早期的話還有一點點其他特招機會 就可以不要用到這樣 星龍早期登場可以防效分泡影 尤其是很重要是要防令可二被人家丟效分 令可二是最痛的 因為令可二有可能分解不掉 但是晚期登場則是可以防隕石 好像兩個之間有一點點矛盾 就沒有說一定要早期出還是晚期出 看個人的手拍 還有狀況去調整 展開過程之中 雷鷹要把誰送回去墓地呢 最好如果說你能夠自接連鎖 就要自接連鎖 自接連鎖可以只回一張 沒有接的話就要回兩張 下個回合就分解不掉 原則上就是要能夠讓怪獸順利分解為原則 所以如果有一些怪已經被特招過了 他就沒有辦法再拿來分解 那那些怪就可以優先把他放回到墓地裡面去 再來就是如果你想要用小蕾拉復活的怪 就是盡量把他先放回去 那那些怪是不能特招過的 小蕾拉也會佔掉特招機會 如果說你的墓地裡面條件沒有那麼好 要用來合星龍的必要的時候也必須要放回去 比方說你墓地裡面只有長老 你就要放一隻精靈獸給他回去合 要不然就會斷在那邊 回合要結束之前記得都盡量要把蕾拉給放回去 那個代替破壞的效果真的是很強 下一個回合你場面就算被人家解光光 你還可以用蕾拉加另外一隻怪除外出這個星龍 就會有第二組聖靈獸奇出來了 帶破跟續戰的作用 有的時候你有可能會吃木質 對手常常有蓋牌的時候 就不要把這種大雷鷹給放回去 大雷鷹放回去然後他把你止掉 你那些大雷鷹就都沒有作用了 實在上真的邊吃對手手坑邊想也可以 以上就是基本展開的過程 其實過程沒有像你們看起來這麼順 有蠻多選擇對象的時候要想一下的 需要練習一段時間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要怎麼樣跟對手的手坑互動 首先是灰流有可能會交在哪裡 當然最明顯的斷點就是 除外的蕾拉要發效果特招 牌組裡面的怪的時候 也有的人會拿來對第一次的雷鷹檢索 通常第一次雷鷹的檢索就是 抓小蕾拉或是抓紋 那種復活怪的 第一次的雷鷹也可以去對 拿來丟這個永續魔法的意義不大 除非你有兩張手坑以上 這樣子可以阻止他抓長老 除非他真的展示給你 比較不能動的一張牌 才會考慮對這個檢索卡來丟 單張灰流是燃不停的 因為只要從長老加上雷鷹或企鵝開始 他可以吃一張灰流 就算是最痛的這個點吃到 也還是可以做完 反之如果是對手下了一張雷鷹開始演的話 就直接把灰流交在這個蕾拉身上 就代表他沒有長老 那張蕾拉被斷的時候 他就會真的斷在那邊 再來是效芬或是泡影 這種無效性的手坑 那注意一下長老是不會吃的 因為長老不需要發動 這些東西都會被交在第一隻雷鷹 或是第一隻企鵝的動點上面 還有一個斷點就是 令可二的這一點 令可二要下怪的時候 有可能怪都會在墓地裡面 分解不了就逃不了了 就會吃到對手的效芬泡影 那一樣喔就是可以利用下長老帶一隻怪 來開始做招 這樣子也是可以吃一個效芬泡影 不會影響中場 如果說你手牌裡面有 次元裂縫的話可以先開 開完之後就不會有效芬封鎖鳥 或是增殖居了 要避免這種情形的話 就是早期的把新龍給做出來 在場上 讓這令可二可以抗指定 有的時候對手有一點操作失誤 讓雷鷹沒有辦法分解的話 也可以用效芬泡影去針對他 這個很少 基本上都是在先吃其他坑 才會有這個機會 封鎖鳥的話 主要是在第一個大雷鷹抓到牌之後 通常是抓那些復活點 會吃到封鎖鳥 這樣子的話會影響到 後面的雷鷹就沒有辦法再檢索了 但是你的剩餘的資源 還是可以去做令可召喚 令可4是可以從除外回收 這個並不會受到封鎖鳥的影響 就是只剩下怪獸檔 沒有陷阱卡而已 一樣有裂縫就先開 可以防對手封鎖鳥 第一動先開裂縫 他的封鎖鳥就變廢卡了 即使是正常做招 吃封鎖鳥也不太會有影響 只要說這邊雷鷹單卡 然後除外蕾拉發動效果 這邊做第一隻大雷鷹 然後連鎖1連鎖2 抓到一個復活點之後 就會吃鎖鳥 即使是這樣 你還是可以用雷鷹的效果去除外 然後這個還是可以下出來做令可 反而比較簡單一點 專門做這個怪獸檔就好 最終的場面就是令可4加小葉再加一張星龍 那這個抗指定 然後這個可以分解 然後這個兩邊一起除外 反而清爽很多 不用一直雷鷹刷來刷去 對雙方都是一件好事 隕石的話就比較麻煩一點 零獸基本上是必定會吃隕石的 是因為你只要分一隻雷鷹 就五怪了 兩隻合一隻 然後一隻分兩隻 總共就五隻怪了 後面就全部都會中隕石 而且他的系統裡面很少三色檔 很不好出 不知道有沒有必須要防 但是你又沒有什麼好的策略可以防 簡單來說要防隕石的話 你至少必須要有長老加雷鷹或企鵝 這樣子兩卡展開才可以防 單卡的話是絕對防不了的 假如說你手牌爛到只有單卡 旁邊可能有4張手坑 你就下去吃隕石 用手坑去打停對手 就只能夠這樣 至少要有這兩卡才可以 防隕石的觀念就是 盡量的把星龍特招先留著 加上墓地先堆雷拉進去 不要用到他的效果 等到隕石砸下來砸完之後 再除外掉雷拉加一組 然後用星龍變回去 就可以繼續刷雷鷹 就還是可以湊出一組出來 假如說你想要康隕石的話 也是可以做得到照命神功 或者是蓋牙火師 這種可以擋隕石的怪 也是做得到的 取決於你的對手給不給你機會 雖然說負擔比較重 但還是可行 舉例來說 對手比較急一點 在你第五隻怪上場之後 就直接中隕石了 那就等於說你雷鷹分解的那隻怪 不管是小雷鷹還是企鵝 都會沒有作用 就發不到效果 最後場面就會變成是 只剩下隕石Token 再加上你用星龍所製造出來的資源 只有IP加大雷鷹 再加一個陷阱卡 像這樣子 剛剛說過的 就至少必須要是長老 再加一隻雷鷹或企鵝的組合 才有防隕石的機會 這邊養成好習慣 不管先把企鵝除外掉 不要第一動就把雷拉除外掉 那個會讓你吃隕石變得非常的痛 先把企鵝除外掉 然後分解把企鵝跳回來 假設說這邊他不丟 那這個企鵝可以堆雷拉 後續就有更好的用途 假如說對手不想讓你做 就直接砸隕石了 那就丟不到 這邊的第一隻雷鷹 抓這個復活點小雷拉 那你也沒辦法 就只能夠這樣子除外 然後湊一組出來 然後這邊把雷鷹變回來之後 除外掉雷拉 觸發他的效果 再跳一隻怪 然後這邊就直接合雷鷹 抓到的是雷拉 發動他效果 捨棄掉之後 下這隻小雷拉 復活一隻怪 再合一隻雷鷹 抓陷阱卡 然後這兩隻拿去合掉 合IP 如果說五隻怪的時候 直接吃隕石 就是這樣子 也是蠻吃緊的 利用雷鷹抓雷拉 讓你第二次的召喚 可以發揮作用 有時候可能原本手牌就有 就不用這麼麻煩 假如說一開始是長老加雷鷹 你要做神功的話 對手假如說對你的牌組 有一些誤解 他覺得說 你可能就出那些零獸 令克4 他最後才想丟的話 那你就可以出神功來防運 像這樣做 不過這陣會變小 就剛剛有演示過一次 那這邊一樣 剛剛原本有一條是 搭配企鵝的展開 那這邊換成雷鷹也一樣 先除外掉企鵝 然後把他分解回來 假設對手給機會的話 這邊就丟雷拉進去 然後先不要用 這邊做LINK2 利用他的效果 召喚小雷拉 湊LINK4出來 好這邊就可以測試一下對手了 這邊復活雷鷹之後 你可以先發效果 假如說對手 想在這邊砸隕石的話 你是發不到的 假如說你發了通過之後 後面你可以假設他沒有 就正常做 那這邊如果比較小心一點的話 這個雷鷹要改除外陷阱卡 然後做神功 好那對手可能沒有想到 他就被神功康了 後面就不會再被人家干擾了 就可以除外雷拉加一隻怪 出星龍 然後觸發他效果 跳一隻 然後再把這個洗回去 做一組 那這邊看一下 跳出來的是火獅 除外LINK2 用星龍變成LINK2之後 就可以分成兩隻 把你的沒有特招過的怪 全部都用掉 最後這邊 雷鷹抓速攻魔法 然後變身成這個LINK4 然後把陷阱卡抓回來 場面就會變成是這個 神功加LINK4加一個 非指令炸怪 就變成這樣子 也沒有說小多少 至少神功還是有兩次康牌 那剛剛的場面 其實也是可以出 蓋亞火獅的 同樣的條件 LINK2加一組 出神功跟出蓋亞火獅是 都可以的 同樣那三隻拿去合 這樣也可以防隕石 也是一樣要對手給這個機會 那前面順序是都完全一樣 除外個契額 然後抓一個小蕾拉 這邊假設對手都想要多抽一點怪 才丟隕石 復活雷鷹之後 一樣可以測試對手一下 那這邊先除外一張 然後這邊再合雷鷹 假設說對手就是不想丟 你這邊合雷鷹之後再分解 因為蓋亞火獅要手牌才能扛 所以要經過這個過程 這邊要丟就來不及了 就會被扛掉 然後有這個三色擋之後 就可以除外墓地裡面的 雷拉加一張怪 出星龍 可能看過後面的玩家的話 就不會讓你多發那一次企鵝的效果 在湊出另一個式之後 直接送你隕石 在這邊吃隕石 還是一樣 把星龍那一套給打完 最後的場面就會跟一開始 在五隻怪的時候吃是一樣的 IP加大雷鷹跟一張陷阱卡 用的手法也是一樣 這邊一樣喔 前面都一樣 就是先除外企鵝 然後分解回來 然後抓個小雷拉 這邊要復活雷鷹 對手不會給你發效果了 所以就直接砸隕石下來 那後面就一樣 除外掉特招一隻 然後一樣是火師除外這link2 讓這個星龍可以分成兩隻 三隻怪就可以做成一個雷鷹 再抓一張陷阱卡 然後再去做IP 那注意一下 因為除外的怪 其實到這邊會很少 要留一個可以分解的組合 你這隻雷鷹才不會變成說 卡在那邊 回目的的組合順選一下 大概這樣 防隕石的手法 其實都會變蠻小的 假如說你手牌再多一點 也是可以做得到 神功加link4 還有大雷鷹抓陷阱卡 多一個動點就可以做得到 順序也都跟剛剛一樣 那就是最後再把這個特招點 給補上去就可以了 像這樣做 假設這邊就剛剛的一組 再加上一個緊急瞬移 那因為還會有一些怪沒有被特招出來 最後這張一定是還可以用的 那一樣個過程 先除外企鵝 然後分解回來 把蕾拉丟進墓地 抓一個小蕾拉 用小蕾拉復活雷鷹 一樣假設對手給你機會出神功 他覺得說出了神功之後 旁邊就一張link4 一張陷阱卡很好解 他就給你這個機會這樣 實際上多一個動點還是可以做得完的 這邊先除外 觸發蕾拉的效果 特招一張怪 然後這邊跳回來 然後合成雷鷹之後 再分解 會先抓到第一張 這邊抓束弓魔法 直接把分解出來兩隻怪做成link4 抓一張雷鷹回來 通招不受次數的限制 所以通招再加手牌這個點 就可以合一隻大雷鷹 中場多了一個這個就可以再多炸兩隻怪了 然後分解成火屍之後 可以利用墓地裡面的雷拉 再跳怪出來 就會有續戰資源 就多一個動點 其實還是做得完的 不是說拿去做神功之後 資源就浪費掉 接下來是比較重要的部分 現在賽場其實很多的超龍河 跟捷抗勝負 比隕石還要多 與其說去防隕石 有時候其實防這種東西是更重要的 因為這種東西才是真的會造成 直接崩盤的卡片 反而隕石是你吃了之後還可以再繼續打 那現在的超龍河其實還蠻強的 只要是同屬性不同種族 就可以做這個 找地尼龍王 但是如果是同屬性同種族的話 就可以做成這個 共命之意 只要你場上有同屬性的怪 一定就會被超龍河 不管是同族還是不同族 都有東西可以做 在這副牌族裡面 零獸大部分都是風屬性 剛好造命神功也是風屬性 假如說你做得很辛苦做一個神功 加一個風屬性的零獸怪在那邊 對手開一張超龍河 瞬間就會少很多檔 神功加零獸 或者是零獸的link怪 再加上零獸的融合怪 link怪是超能族 融合怪是雷族 也會被吃掉變成尼龍王 假如說是同屬性同種族的話 有時候你在大雷因分解的時候 多了一張超能族在場上 就直接把link4加零獸石給吃掉變成這個 甚至還有一些人會放這個 伊格尼斯大地石魔 他的融合素材是電子竹再加上link的怪 就是IP加任何link怪都可以出 場上是盡量不要把這些條件給放在場上 比方說場上已經有造命神功了 你旁邊就是做一些別的 比方說做個星龍 然後蓋一蓋這樣子就好 不要放一個風屬性的怪 傑康勝負的話沒有三色檔都會硬吃 只有蓋雅火屍可以避免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就是只能想辦法把損傷給減小 常規的場面上會長這樣 link4加星龍再加一個融合怪 再加上兩個陷阱卡 這兩隻都是風屬性的 這樣子就會中超融合 就算你把這隻分解掉出來的怪也都還是風屬性 那也是會中超融合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 最後要合的這隻雷因 乾脆就不要合了 找一張陷阱卡其實有時候不會怎麼樣 因為這個陷阱卡非常爛是破壞 如果你的對手是炎王之類的 你炸一張可能還會變三張 不要做這個了 把最後的這一組素材拿去做SP小葉 這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他是暗屬性戰士族 跟這幾隻都沒有重複 再來就是如果對手開一張傑康 你可以再接連鎖2 把旁邊的怪給除外掉 損失就沒有那麼慘重 這個才是實戰上必須要把它記在心裡的 當對手真的丟傑康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場面哪一張最重要 定格式嗎 還是這個抗子定 還是小葉呢 還是陷阱卡 陷阱卡絕對不可能 因為沒有怪是不能開的 答案是次元裂縫最重要 假如說他是比較一般的主流牌組的話 他的目標應該是要把你的次元裂縫給拆掉為主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手法就是 連氣開了把自己的怪給炸掉 留次元裂縫在場上就好 避免這些怪被裡側除外 對手過了戰階 等到你下個回合沒有死 你可以在除外用星龍跟蕾拉去重建場面 假如說你剛剛有把自己的令和絲給炸掉的話 用火絲去轉換 就可以用星龍把這令和絲給叫回來 比方說你這邊蕾拉跳火絲嘛 然後火絲把它移掉 然後這個就可以把它換回來 常規的話我們就可以記這兩招 假設對手會開我們超龍盒 用雷鷹單卡做招的話 就是最後不要和那個雷鷹 前面的都一樣 比方說對手有超龍盒在等著 那這邊先除外雷拉 特招一隻 然後合雷鷹 然後連鎖一連鎖二 那因為是單卡展開 所以沒有防隕石 跟防灰流的方法 只能一張一張做 這邊把企鵝跳回來 然後丟一張火絲 然後除外掉跳星龍 然後雷鷹再分解一次 抓長老 然後令和絲回收一張 然後下這個 好這邊先和第一隻大雷鷹 最後分解掉 那原本是做到這邊再和一次嘛 現在不要了 現在做小夜就結束 場上是光屬性 風屬性 暗屬性 超龍盒開不出來 然後對手開傑康 可以連鎖二小夜 把這兩隻給除外掉 留一隻令和絲在這邊 就還有一檔 結束階段他們又會回來 這條就特別記一下 防超龍盒跟傑康的手法 再來就是前面所說的 令和絲試探對手隕石過後 假設說是長老加雷鷹的防守跟的開局的話 前面令和絲試探人家隕石 假如說成功發到效果了 就假設對手沒有 那你最後也是一樣把場面做完 但是跟單卡是一樣的 只有令和絲加星龍 然後小夜跟連氣 不要再和最後那隻雷鷹 跟前面一樣 先除外企鵝 然後抓小雷拉 然後再做一個令和2 復活雷鷹 然後到這邊可以測試一下 對手有沒有隕石 然後這邊發效果 假設說他給你發效果成功了 你就當他沒有隕石這樣子 他預判你的預判你就沒辦法 你就被抓到就輸了 是應該的 假設他沒有 就直接開掉星龍 跳怪 然後開始和後面的場面 好那link4 然後抓一隻回來之後 到這邊就不要再和了 就直接做一個小夜 然後把限期卡蓋下去 那一樣喔 對手超龍和開不下來 然後捷抗的話這邊會除外 然後又回去 搭配你的手坑 其實對手不一定打得回來 假如說前面這邊啊 你還是很怕隕石的話 就用剛剛那招 除外陷阱卡 然後最後做成神功加link4 加一個陷阱 但是這就是要被人家超龍和的場面 自己斟酌 現在環境裡面超龍和應該是比較多的 應該是會比隕石多不少 環境死安 畢竟消防隊跟炎王都是吃了隕石還是可以繼續做的 先攻的運作總結 我們的核心combo就是要盡量達成長老加雷鷹或者是企鵝 反正過程之中記得有曾經特招過的零獸怪是哪一些 不要重複特招 然後其他就照順序做 真的被手坑斷了再想辦法去轉 都會有辦法可以轉回來的 防灰流跟炮影的話就是把起點湊成長老加怪的組合 防隕石的話就是流雷拉在墓地做星龍再湊一組 防超龍和結抗的話就是出小葉 場面變小一點點 但確實防到一些大牌 combo的話基本的四條 第一個是單雷英出link4加星龍 然後陷阱卡跟小葉 防結抗防超龍和 但是可能會吃灰吃隕石 單卡最多只能達成這樣 沒有再能防其他東西 長老加雷英可以邊探坑邊做出link4加星龍 然後連氣跟小葉 跟單卡的場面一樣 但是過程中可以去探很多坑 可以吃一坑也可以試探對手有沒有隕石 第三個就是很怕對手心機重流隕石的 就是做神功加link4加陷阱卡 但是沒有辦法躲超龍和 第四個就是如果說長老加雷英直接在五隻怪 就直接被對手隕石吃雞的話 那你要會轉就是能夠出星龍之後 把星龍變回小雷英 小雷英除外雷拉湊成一組之後 用大雷英的效果去抓雷拉 再增加你的通招點 最後場面是IP加陷阱卡 這個要會轉 不要說對手真的丟完然後你就說 啊我可以防我可以防 然後結果丟完之後不會做 這樣就很尷尬了 其中雷英都可以換成企鵝 結果會一樣 或者是長老變成雷拉 結果差一點點 這就自己臨場應變去轉換 不可能在每一條都一直念 那手坑應對 大規模的手坑真直狙啊 封鎖鳥跟隕石 從剛剛的展開就可以看出來說 影響有一點點 尤其是隕石的影響特別大 那狙跟封鎖鳥有機會能丟就丟 有時候對手開張裂縫就沒得丟了 所以盡量早用 那隕石的話可以抓link4上場之前 或者是雷拉已經用掉的時候 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會防 有抓到機會就砸下去這樣 灰流的話是針對單卡 只下一張雷英或只下一張企鵝的場面 針對他雷拉的效果 偶爾可以拿來針對第一隻大雷英的檢索 長老加雷英開始的話 單一灰流是確定沒有用的 必須要灰流加泡影才可以阻止他 那對於目的手坑的話 基本上也是都沒有什麼用 滴滴烏鴉根本沒有用 他的小雷拉要復活的時候可以把它除外掉 不過好像也等於沒用就是 只有聖遺物槍防除外是非常有用 聖遺物槍丟下去基本上當機 目的怪本來就會自己會轉換 只有那種洗回去的劍神關比較有機會打的斷 如果對手剛好目的裡面有大雷英給你木質 除外的話就把它除外掉 那無效系的效分泡影也是有可能會被躲掉 如果說沒有的話可以抓link2 或者是單卡洞的時候下出來的第一隻怪 比方說只下雷英然後發效果就直接送他泡影 反正後面在丟其實效果也差不多 優鬼兔的話只能對永續魔法 不過用途不大又會被裂縫卡到 所以基本上不太需要放 以上的先攻展開方向都清楚之後 接下來講一下這副牌組的後攻反場 靈獸牌組本家的後攻卡片其實並不多 也沒有系統內的破對手陣的單卡 沒有結場類型的卡片 所以還是要靠一些手坑把對手的陣給打斷 配合自己的單卡其實還是可以打得到8000的血 還是有一定的回殺能力 整理一下後攻常用的單卡 首先是這個精靈獸史維達 它有一個戰破可以跳怪的效果 經過戰階之後你可以用這個效果來特造 額外融合怪或是一些單卡動點 還有精靈獸的小火獅 它有一個惡數效果是可以增加自己全場零獸怪500的攻守 而且在傷害步驟也可以發動 實戰上的用法就是你可以利用這個效果在傷害步驟除外蕾拉 蕾拉就可以躲對手的灰流了 因為傷害步驟不能夠發動灰流 就可以確保跳出牌組裡面的怪 那還有Link2會有箭頭端增加600攻守的能力 其實它本身1800加上兩隻箭頭端的怪獸增加了1200的打點 總共就會帶來3000的額外打點 再來是星龍 星龍也有一個惡數效果是可以變身 雖然說它可以在戰階惡數變身 可以擺攻擊表示 但是有限制說那隻怪不能夠直接攻擊 只能打對手的怪 所以這個追擊能力基本上是不太會用到的 因為就算你跳Link4攻擊力沒有差多少 就還是一樣 而且不能夠直接攻擊 沒有追打的效果 比較重要的是這兩張魔法卡 零獸相伴這張速攻魔法 可以在戰階惡數的合體接打 是主要用的回殺用卡 那還有新出的永續魔法有一個轉攻擊的效果 可以轉自己或轉對手 你可以利用一些零獸怪獸的分解 然後觸發這個效果 把原本是所謂表示特招的怪 轉成攻擊表示 就可以在接打對手 有時候就可以把剩下的殘血給收掉 後攻反場我們就做這樣子的一個技巧 先合一隻大雷鷹出來擺成攻擊表示 然後把除外的兩隻怪放回到墓地裡面去抓零獸相伴 再想辦法除外一組讓雷鷹可以分解 戰鬥階段用雷鷹先打對手1400 之後發動他的效果分解成一組 其中的一組有包含一隻雷拉還沒有用過效果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零獸相伴 把這兩隻給除外掉 從額外牌組特招蓋雅火獅 再打對手3200 被除外的雷拉又可以再觸發效果 從牌組裡面特招小火獅出來 小火獅就可以再發動自己的效果 把零獸相伴給除外掉 增加場上蓋雅火獅的打點 總共這邊打了1400 這邊3700 這邊2300 總共就會有7400的打點 再隨便加一隻怪就可以打死對手 比方說像後宮這樣的場面 假如說有長老加雷鷹 那第一隻用這兩隻來合 之後再把他們除外掉做新龍就可以分解了 你最少的出怪量就可以直接打到8000 那像這樣子做 比方說對面場上沒有任何的怪 好這假設啦 實際上是你用手坑去把人家的場面先給停住 那這邊下長老下雷鷹 然後先發雷鷹的效果把雷拉給除外掉 這邊先不開雷拉的效果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在戰階的時候才發動 然後這邊就把這兩隻合成大雷鷹 然後放回到墓地裡面抓速攻魔法 被放回來的一組直接除外掉做新龍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進戰階 雷鷹先打1400 之後分解掉 把包含雷拉的一組給特招回來 然後再用這個速攻魔法去合體 那觸發雷拉效果特招 小火屍 然後小火屍再發動加500效果 場上這三隻都會增加 然後這邊再打2300 再打3700 再打2900 總共打點會是1400加2300 加3700再加上2900 是有10300的打點 代表對手可以有攻擊力2000以下的怪 總共有2300的容錯範圍 而且在主要階段的下怪只有4隻 不會吃到隕石 那也沒有出link怪 不會被對手挑換創龍 那在戰鬥階段結束之後 如果生命值沒有被順利的打完 這張新龍還可以再變回去 變回去之後還可以再做大雷鷹 有後續的定場 然後這後攻常用的回殺方法 如果換成是企鵝 觀念上也是一樣 那操作的順序也差不多 這邊假設對手一樣是空場過 那這邊下長老下企鵝 企鵝就直接把雷拉丟進墓地裡面 除外一個超能足的怪 然後這邊和大雷鷹抓相伴 這邊除外掉注意一下 要把他分解成雷拉 所以雷拉必須要被除外掉出新龍 那這邊先不要開他特招效果 那進戰階就跟剛剛完全一樣 分開來之後再做蓋亞火獅 觸發效果跳小火獅 就打完了 一樣是一萬零三百 再來後攻的場面 永續魔法零獸的忌勝 轉攻擊的效果也可以幫助你達到回殺的目標 比方說你一開始手牌是一張不能夠單卡動的零獸怪 那可以利用忌勝的效果抓到雷鷹 然後用單卡雷鷹就可以把對手的生命值打到八千以上 那像這樣子做 前提是對手場上沒有怪獸 這樣傷害才夠 那這邊假設說我們是永續魔法再加上一張用不到的零獸怪 這邊就可以用這個把他換成雷鷹 那這邊沒有辦法只好直接觸發雷拉的效果跟他湊成一組 然後出大雷鷹 然後一樣洗回目的 抓一張相伴到手牌 然後這邊再直接除外掉出新龍 那注意一下你要除外的組合必須要是能夠分解的一組 然後這邊一千四先打過去 然後分解掉 那分成兩隻 就可以觸發永續的效果 把其中一隻轉成攻擊表示 可以再追打一千四 然後兩千四再打 然後之後再開這個 合成蓋亞火獅 總共的打點就是兩隻雷鷹兩千八 一大一小 然後再加上新龍的兩千四 再加上合體成蓋亞火獅的三千二 總共是有八千四百的打點 有時候看你旁邊結場卡有什麼 把對手怪都解完就可以回殺了 再來就是這張永續魔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解對手的尼碎魔獸 尼碎魔獸手備狀態會讓自己場上的怪都轉手 那些雷鷹的效果就會被無效了 所以要利用這張永續魔法把它給轉成攻擊表示 讓它的效果失效 那像這樣子做 現在假設對手出一張尼碎在場上 守備表示的狀態 你出的這些怪都會必須要採取守備表示 所以開效果會無效掉 包含說融合怪分解的那個效果 因為發動時間點在場上的時候 還是守備表示的 雖然說它是代價洗回去 但是在尼碎魔獸適用之中 一樣會被無效掉 結果它寫法問題 它是說守備表示發動的會無效 這邊能夠用的就只剩下Link怪了 然後這邊開永續魔法 然後把手牌湊成長老加雷鷹 這樣子一組 長老是不用發動的 所以不會被尼碎給干擾到 那還是可以下長老下雷鷹 然後做一個Link2 然後這邊要想辦法把它分解掉 所以除外掉出新龍 會受到這隻尼碎的效果強制轉手 然後就可以把Link2分解掉 分解掉之後就可以觸發永續魔法的效果 把它給轉正 變成一個抗指定的怪而已 然後雷鷹在除外雷拉開始做招 然後一樣合大雷鷹 然後就可以再檢索後面的怪獸卡 這邊先檢索一個零獸史文到手牌 然後把場上的怪拿去Link掉 讓他可以通招 這邊故意放在Link2的箭頭端 會增加600的攻擊力 再利用小火屍的效果全體增加500 其實到這邊 只要小火屍的效果適用之後 場上的打點就已經夠了 因為這個零獸的忌勝 會下降對手場上怪的攻擊力 場上到現在有1 2 3 三種種族 對手的尼碎只有1500 那你這邊的打點有2300 2900 2600 跟2100 其實已經超過8000的傷害 但如果說要繼續做的話 也可以合一個雷鷹 然後抓相伴 用分體的方式去製造大怪出來 這樣就可以回殺對手 就是轉尼碎魔獸的用法 以上就是後攻的打法 接下來介紹一個外掛系統 星翼跟大星翼的一個小系統 星翼是一個系列的名字 日文是叫Nemesis 這個系列的共同效果是 指定除外怪獸一體洗回去 從手牌發動 將怪獸特招到場上 總共有火風水還有兩隻大怪 那只會放火星翼跟風星翼 還有有的人會放大星翼 火星翼的效果是場上的啟動效果 可以抓一張星翼怪 風星翼的效果是回收除外的星翼怪 基本上不會用到 只會用到他的特招效果 那因為風星翼是雷族 第一個手牌特招的效果 會讓他達成可以做超雷龍的條件 所以就是火帶風 然後風變超雷龍 超雷龍在場 對方不能夠執行檢索 在現在環境 不管是RS還是炎王等等的 都很大幅度的被超雷龍給干擾到 在新的補充包出了一張4階級的超亮怪 可以方便你檢索火星翼到手牌 那就會讓這個小套件變成一個泛用掛件 只要能夠製造除外的怪獸 就可以投入這個小型的定常選擇 另外還有的人會放大星翼 大星翼的效果是可以除外目的三種不同屬性 特招到場上 然後宣言一個場上已經存在的怪獸屬性 全場那個屬性的怪獸破壞掉 對手到下個回合不能夠特殊召喚你所宣言的屬性的怪獸 注意一下發動的時候必須要宣言場上已經有的屬性才可以 他本身有抗笑破 所以通常都宣他自己的屬性暗屬性 但環境變化之後可能現在環境岩屬性會比較多 所以要配合一個令克2的泛用怪 可以把他的屬性改掉 讓他可以去封殺不同種類的對手牌組 那這張4階級的超亮怪是這個 獄火女妖 ヘルフレム班西 俗稱班西 四階級的岩屬性岩竹怪 泛用素材 一二效果一回合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 把一個素材發動 將牌組岩竹怪獸一體加入手牌或送入墓地 在一些牌組裡面可以利用這個去接到蛇眼的眼靈 然後就可以再做後面蛇眼的展開 不過在這個裡面就是抓火星翼用的 之後可以跟旁邊的怪去特招出link2 第二個效果是磁卡被除外的場合 如果我方場上有岩竹怪獸可以發動 將他自己特招 這個回合會上升我方除外狀態怪獸數量乘100的攻擊力 磁卡被除外 意思是從任何地方被除外都可以 你可以先拿去link掉再把他從墓地除外 這樣子也是一個特招方式 在這副牌裡面你可以利用小夜晚從墓地除外掉 藉此來往上湊link4的link素材 注意一下觸發條件場上必須還要有岩竹怪 所以那個火星翼是不能夠被拿去link掉的 要留在場上才可以 那用法就是這樣 加入了這個星翼小系統之後 因為多了兩個特招點 你就可以利用那兩個特招點去做交逢綿羊 然後利用融合怪去觸發交逢綿羊的復活怪獸效果 最終的場面就會在原本的基礎之下 有link4 大雷鷹跟兩張魔線 多了一張風星翼出的超雷龍在場上 那過程就是前面的複雜一點點 比方說這邊單張雷鷹開始 那就跟之前一樣除外雷拉特招一個企鵝 因為要疊四階嘛 就先選企鵝特招出來 然後這邊丟一張怪 然後這邊疊成班西之後 把一個素材抓火星翼 把你除外掉的怪獸洗回去 特招火星翼抓風星翼 然後就可以link成交逢綿羊了 這個時候把墓地裡面的一組給除外掉出星翼 來觸發這個效果復活怪 復活的雷鷹就可以再發動效果 再除外一隻 然後星翼洗回去跟他湊成一組 就開始在刷大雷鷹 那這邊第一次連鎖一連鎖二 把他分解掉 把蕾拉跟你剛剛除外的零獸怪給跳回來 然後抓到長老 然後做成link4之後 再回收雷鷹跟長老湊成一組 好再合一次 那這邊雷鷹會再除外一張 那就是最後的特招點 再把他特招回來 跟長老一起湊一組 那就可以整理場面 到這邊其實就是前面零獸的定場 只是過程中多了一個出交逢綿羊的過程 最後再跳一個蜂心翼 解放掉出超雷龍 超雷龍可以利用墓地裡面的雷足怪來代替破壞 這邊墓地會有蜂心翼 那有時候會有雷鷹可以幫他帶破 剩下的場面是都完全一樣的 如果是換成單張企鵝的展開 最後場面會跟原本單張雷鷹的展開結果是一樣的 會有link4加大雷鷹跟兩張獻金卡 這邊因為會需要用新龍去觸發掉雷拉 才能湊出第一組的大雷鷹 所以在過程之中會把超雷龍用掉 觸發綿羊的特招效果 湊link4 然後這邊下企鵝 然後發動效果 除外一個超能足的丟雷拉 然後兩隻移掉出新龍 把雷鷹給特招出來 這邊他的特招就用掉了 那這邊再除外一隻四星的怪 然後這邊新龍發動效果 洗回去把雷拉跳回來 那做第一隻 這個雷鷹就可以分解成一組四階級的超量素材 回來的是四星跟企鵝 然後這邊企鵝再發一次效果 丟第二隻雷拉進去 這隨便了 這後面不會用到 那這邊疊班希 然後抓火星翼 把這個洗回去特招 然後再抓風星翼 這邊做綿羊 跳出來之後 變超雷龍觸發效果 把星翼怪給復活起來 然後最後做link4 雷鷹回收起來跟手牌裡面的長老湊成一組 那刷兩次大雷鷹 這樣就做完了 可以看出原本沒有辦法做到最後展開的單卡企鵝 經過了星翼之後就可以做完原本的展開 這就是投入星翼系統的不同點 不過在策略上 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很理想的策略 假如說你要這樣子打 你要用到焦鳳綿羊這樣子去湊link素材 牌組的負擔還是蠻大的 還是必須要放整套零獸 加上那些星翼怪 牌組裡面的費劍就會更多 所以其實用這個系統的話 我們會希望能夠有效的把牌組化繁為簡 簡單的出超雷龍或是簡單的出大星翼 達到一個定場的效果 旁邊的零獸卡其實定場能力並不強 沒有用到並不會影響強度太多 這個系統有一個很精簡的運作方式 就是任何的四階級先出他 然後抓火星翼之後再抓風星翼 你直接拿班希跟風星翼去做小葉 場上有炎竹怪獸 就可以用小葉除外掉墓地裡面的班希 觸發他的特招效果直接跳回來 這樣子就會有link4的素材了 剛好零獸的link4是泛用素材 所以這樣子一組就可以做link4 那link4就可以再把除外的雷鷹給收回來 雷鷹是雷足怪 也符合超雷龍的特招條件 就可以很容易的做到link4加超雷龍的定場方式 那前面的這樣子一組四階其實也不難出 你只要利用雷鷹或是企鵝單卡 先刷一組大雷鷹出來 就可以做出四階 剛好這個時候除外也會有兩隻怪獸 讓你可以用這些新衣怪洗回去 所以其實前面的過程就只是一個大雷鷹加一個新龍而已 這樣子就可以很有效的化繁為簡 牌組裡面零售的系統你只需要放四星的這些 然後長老還有蕾拉這些必要的怪就可以 其他的可以不用放 也很有效的可以提高以場面的再線性 降低整個的操作難度 不用一直記說誰特招過了沒誰用過幾次效果這樣子 那做法就很簡單 你只要用單雷鷹做出大雷鷹 再除外掉做新龍這樣就達成了 這邊先下雷鷹然後除外蕾拉跳企鵝 雖然說這邊就有一組四階 不過這邊不要太急的疊要不然會斷 就這邊企鵝先發效果 那兩隻除外掉出新龍 目的就是要讓除外有一隻四星的怪 可以讓後面的大雷鷹來分解 除外掉之後再變回來 然後跟場上的雷鷹去合大雷鷹 那到這邊就差不多做完了 先抓一張隨便的零售卡 這邊一組四階出班西 然後抓火星翼 剛剛注意一下要除外一隻雷鷹 做後面回收通招的怪 然後就出小葉把它除外掉 讓它可以湊成立殼四 最後把它回收 再除外一張然後出超雷龍 把陷阱卡蓋下去就結束 中場的話會是一個非指定炸怪 一個封檢索 一個雙方指定除外 其實對於大部分的主流來說 都已經很不好解了 過程比目前為止 所有的零售都還要更簡單 可以很有效的簡化構築 換成企鵝的話就順序稍微換一下而已 那像這樣做 然後這邊企鵝先丟一隻雷鷹進去 然後除外掉出星龍 觸發效果特招雷鷹 然後再除外一隻四星的怪 然後這邊跳回來之後做大雷鷹 到這邊就做完了 跳回一組四階 抓個陷阱卡 然後疊班西 出火星翼 抓風星翼 然後做個小葉 LINK4把他抓回來之後做超雷龍 就非常簡單 而且牌組不用帶很多零售 你只要帶幾隻關鍵的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是已經知道 對手是什麼樣類型的牌組的話 我們會採用這個大星翼的系統 火星翼直接抓大星翼 就不需要再出超雷龍 大星翼就可以封殺 單一屬性的特招 過程也都一樣 只有單卡可以做 先下雷鷹除外雷拉 然後企鵝再丟一隻四星的 然後這邊合成星龍 再跳雷拉回來湊一組 這邊把兩隻四星的跳回來 然後雷鷹再除外一隻 火星翼這邊抓大星翼 火星翼這邊抓大星翼 墓地裡面會有雷拉的光屬性 然後火星翼的岩屬性 還有雷鷹的風屬性 總共三種屬性可以除外 這邊這兩隻就做一個重編馬梁龍 這隻LINK2可以改變箭頭端怪獸的屬性 本來是暗屬性就可以改成岩屬性 那宣岩屬性 就可以封鎖一個回合 對手假如說是岩王或是消防隊 就動不了了 大概就這樣 就可以很有效的把展開跟構築都簡化掉 不過目前沒有這種型的上位 你們可以自己開發看看 弱點單卡 其實這副牌最大強度來源 還是在於有次元裂縫的環境 裂縫跟抗指定 還有墓地裡面可以帶破的雷拉 都是在你破陣的時候要先處理的 當他沒有次元裂縫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主流都還是能夠 把場面給硬式清理掉 主要還是裂縫要先解 那注意一下墓地的代替破壞用怪 這雷拉會防破一次 不管是要戰鬥還是要效果破壞 都要先想辦法把他騙掉 偶爾你手牌有超融合 你可以利用這個雷拉 假如說他特招一隻風屬性的怪 那就可以超融合把他令和4給解掉了 拆裂縫用卡 宇宙旋風啊 閃電風暴啊 或捷抗勝負等等 反正有結果把他拆掉 那你打牌就會順暢 那非指定解場面 主要就是後台的陷阱卡 一定要有零售怪才可以開 假如說你有這種三戰之財啊 或太陽彈啊 或熔岩魔神 你就可以讓他沒有怪 沒有怪就開不到那張陷阱了 最有效還是鐵壁環境 剩一部槍或者是真正的王弓鐵壁 直接會動不了 而且遊戲王有一個規則就是 鐵壁會大於宇宙 一邊有裂縫一邊有鐵壁 那是禁墓地 是鐵壁贏 鐵壁比較強 次元杖壁也可以啊 次元杖壁可以限制單一種類 就有宣融合 那他就只剩link 可怪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範力牌組 這個是11月26號跟11月27號的 都是兩人組隊的亞軍 那這邊其實也很簡單就是 本家的重要的動點都放三張 其他沒有那麼重要的就放一張 可以看到這邊是三張蕾拉 三張長老 三張雷鷹 三張企鵝 一張火獅 一張韋達 一張文 一張小蕾拉 剩下就首坑的部分 兩張刺吸 三張狙 三張灰 一張隕石 三張永續抓牌用的 然後三張次元裂縫 兩張緊急睡衣 跟一張速攻魔法 兩張陷阱 三張炮影 跟魔子 還有三戰之彩 其實很簡單 大家組的都差不多 額外牌組三張雷鷹 三張雷鷹是必要的 雖然說你可能都是同一隻在那邊回來回去 不過大部分人都是放三張 然後兩張星龍 一張蓋雅火獅 一張火獅 海豚他這邊沒放 額外就不會放 然後一張link4 兩張link2 神功小葉IP 還有link那技 還有尼碎魔獸 小蕾拉跟霹莉卡的不同點是在於說 小蕾拉是一星可以直接link成那技 霹莉卡是打點比較大 背牌部分就一些泛用單卡 就看一下就好 右邊這個的話也組的差不多 只差了木雀指名者的部分 少一張陷阱卡 可能其實也用不到兩張 然後一個壺 其他的已經考慮到有內戰 所以直接放了三張聖遺物槍 三張之後是對應聖遺物槍的策略 很重要 當你被開聖遺物槍的時候 這回合有可能做不了事情 那就用這個去抓一些可以卡對手的通常魔線 11月26號 多投入了這個磁盾的聖騎士 可以抓企鵝用的 已經正邊超融合 應戰的G好像是對付消防隊的Emergency 他的R也可以用 製造一個次元環境出來 右邊的就差不多了 都同樣單卡 好像沒什麼好講 再來是12月2號 也是還是有零獸上位 這邊的話就是沒有放永續魔法的換牌的那張 他是放增援跟磁盾聖騎士 用這個方式去檢索企鵝 有放海豚在後宮可以解場用 然後愚蠢埋葬 這邊的選用單卡多了首坑的巫夫 其他差不多 然後有放凱撒原型競技場來防隕石 大概這樣 那上面6副 這幾週來就這6副 可以自己按暫停參考 最後強度評價 先攻強度的話成本低 內劍可以踩手坑的手法 也兼容了次元環境 還算蠻強勢的 只要這個環境裡面 只要一卡能夠變四五卡出來 都是強勢的牌組 20分裡面給17分 後宮強度的話 破陣能力稍微薄弱一點 對一些三色檔就比較難以突破 系統裡面沒有內劍結場的能力 還是需要依靠刺息來打斷對手 比較普通一點 20分裡面給16分 其手穩定度的話 減縮點多 而且動點可以互相代換 所謂減縮點多 就是大雷鷹可以幫你換一堆你需要的東西 算相當穩定 很多都可以動 20分裡面給18分 應變能力的話 是只有炸怪跟除外單卡 而且鐵壁環境之中會當機 弱點還蠻明顯的 對一些牌可能也打不太動 20分裡面給15分 支援續戰能力的話 你可以利用操作手法的方式 利用雷拉跟星龍的互相配合 可以利用目的支援 也算蠻優秀的 因為當你跳出怪之後 雷鷹又可以再繼續做 20分裡面給17分 總合的話是 100分裡面拿83分 在現在環境是 賽場秉圖的後半段 算是一個關鍵的少數 可以利用次元環境來當一個反主流牌組 操作難度的話是 五顆星裡面的六顆星 史上第一次平到這麼難的牌組 這個基本上打起來感覺很像自虐 一堆事情要思考 所以常常會打到自己失智 對手也失智這樣 因為本身可以兼容 次元吸引者跟裂縫的關係 還有單卡就能夠展開的 非常不錯的展開能力 對大部分的主流都還是蠻好打 會開刺吸就贏了這樣 那賽場環境之中 仍然會佔很部分的少數 雖然說操作難度稍微高一點 但是有的玩家還是會拿出來比賽 還是有可能會遇到 所以至少要知道一下運作方式 通常是抓人家錯誤 避免打到超死 結論就是強度不錯 是優於神杯的反主流牌組 但是多想兩分鐘 你也可以打別的 放過自己放過大家 那如果說各位對零獸有興趣的話 推薦大家可以去參考這篇 日本的作者寫的 《零獸徹底攻略》 那當中有滿多零獸相關的打法 內容是有一點深度 所以必須要先對零獸本身有一點基礎的了解 才比較看得懂 才比較會學到東西 講得還滿深入的 也都還滿實用的 想要深入研究這個主題的話可以參考這篇 那以我個人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是這個九年前的牌組 其實有滿多人是零獸的鐵粉 這波強化應該也是滿多玩家是滿開心的 那以我個人來說 打這部牌組主要有兩個理由 就是這兩個 那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樣的感覺 總而言之這副零獸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介紹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掰掰